第1261张横击神画曹德,还不服手。爬过来受死,这一刻厉沉天是残暴的,口中大喝,让曹德引颈受禄,他杀气腾腾,能量气场等重新黑暗化了。在他那里,黑暗吞噬一切,宛若地狱裂开缝隙,而后渐渐笼罩大地。厉沉天很高大,穿着冰冷的赤巾甲皱,披散着头发,眼神像是刀锋般,气势射人,让许多圣者望之都不禁发毛。 此刻的他非常强大,血气强盛,从天灵带激荡而起,让天空都在轰鸣,都在矩阵。他像是一位绝世魔尊,显化在人间,出现异象,在他的脚下是诸神的尸体,血水染红了整片大地,杀伐其滔天。这些异象,这些浮现出来的可怕场景,让人头皮发麻,现在的他宛若五疯子在世,从那史前岁月走来。 厉沉天一步一步逼来,每向前迈一步,整片战场都跟着颤抖一下,天地随着耳轰鸣,与之共振。 这种力量,这种霸道的气息,让人心寒,所有圣者都确信,真要被打中一击,毅然会当场炸开,形神俱灭。 现在的厉沉天不可阴风,让诸圣皆胆寒,光是见到他这种战斗姿态都会颤抖,心计不已,想要顿走。 楚风很沉静,因为他底气十足,你兄长也跟我说过相似的话,但是他死了,变成了我脚下的一口烂土。 楚风说完,已经向前冲去,像是一颗彗星贴着大地,画出骇人的光芒,刺得许多人双目泪水滚落。 他的气势也格外的强盛,横击战场,厉沉天比他还先动,猛烈的发难,整个人加速,血气与自身的可怕能量结合在一起, 如同天崩地裂般,脚下的地面不断呈现,炸开,黑色的大裂缝向着四眼蔓延。 空,可以看到,两道身影腾起,在半空中剧烈的碰撞了,闪电无数道,雷鸣声震耳欲聋,飞沙走时,整片战场都在剧阵,不断崩开。 他们的破坏力太惊人,像是混沌魔神的子嗣,在此打爆长空,击沉大地,纵横天下。 楚风心头一震,对方穿上这种陈旧甚至是有些破烂的赤金甲咒后,战力果然激增,每一次出手都是大厉沉。 厉沉天说要图大圣,的确不是乱说,现在这种加成作用下,他太可怕了,有横扫战场之大威势。 他举手投足间,周身都与天地相合,宛若天人皈依,无所不能,击杀成群成片的圣者,可以轻易做到。 在他与楚风间,妙术绽放,能量喷涌,剩余对轰,一时尖杀得无比激烈。 其实,厉沉天更吃惊,他可是穿上了特殊的甲咒,蕴含着五疯子的可怕魔性,理应所向无敌才对,怎么又被曹德挡住了。 在他看来,这曹德简直深不可测,人以为丈量到他的根底了,结果又提升了一大截。 厉沉天双瞳深邃,宛若两口黑洞,在跟楚风的大对决中,他真的动用了极限力量。 杀,楚风喝道,他的双手中凝聚灰色小墨盘,堆血肉融合在一起,他感觉自身仿佛能够打破苍穹,问道永恒。 一双拳头光束滔滔,喷涌金霞,绽放神盲,淹没了天地,简直要挤压满整片战场。 这种景象,惊世骇俗,让许多人都看直了眼睛。 厉沉天身上穿着的甲咒,被打得铿锵作响,火星刺剑,像是惊雷于闪电附体,不断爆发刺目的光滑,能量大爆炸。 他心中微沉,若是没有这副甲咒,难道他变微矣? 这让他愤怒,他是五疯子一戏的传人,当年五疯子少年时代所穿甲咒的部分精粹就在他的身上,居然还被人扼置住。 两人碰撞,全印对轰,神术横扫,双腿碰撞,越发的激烈。 吼,随着厉沉天一声大吼,他的双目喷勃神光,由魔而神圣,这是五疯子一脉玄公的特殊的地方,可以转化。 趋与时,生与死,都可互转,他浑身喷发璀璨的能量,在他的身边出现无尽之光,在他的脚下浮现一片流血的战场。 那是一项,却由虚而识,真真切切地显化出来。 他运转玄公,虚实互转,生死轮动,景象恐怖无边。 他脚下的流血大地上,诸神浮尸,各种神兵力气数不胜数,此时全都漂浮起来,绚烂夺目。 在他身边,前后左右以及半空中,全都是兵器,每一剑都绚烂夺目,神圣无匹,像是来到神灵的战场。 杀,历成天断鹤,他一挥手,从战场漂浮而起一百柄黄金神剑,全都爆射惊天的剑芒,向着楚风飞去。 不到这种关头了,他再现一种绝世秘术,化虚伪时,将流血的神魔战场召唤出来,真实浮现,催动百兵。 剑气激荡,纵横冲杀,一时间,剑气万幻,无边无言,可怕的光束交织成璀璨新海般的沙场,将楚风那里淹没。 空梦,楚风周身人王雪滚滚,黄金圣域被加持,越发的坚固不朽,再加上他的一双手臂那里雾矮蒸腾,像是混沌弥漫,阻住诸多神剑。 诗,当那些足以利劈百胜的兵器飞射而来时,此地刺目之极,到处都是剑气,到处都是黄金光。 不过,在最后的一刻,他们都停下了,被定在虚空中,不能动弹。 楚风人王胜域禁锢虚空,束缚百兵,像是陷入一片寂静的画面中,整个世界都安宁了,陷入绝对的静止。 次也,无数人瞠目结舌,历程天也瞳孔收缩,而后又光束暴涨,他向前扑杀了过去。 但是,在这一刻,楚风提前动了,浑身光芒暴涨,人王胜域附近出现一些纹络,都是金色符号。 他早已僵刻在掌心的神秘符号,明刻在体外生意上,所以才能如此威力无匹,而这一刻则大爆发。 轰蒙一声,上百饼神剑都炸开了,有的折断,有的崩碎,更有的化成鸡粉,全部解体,被毁个干净。 竟然这么强,这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此刻,连一些老辈人物都动容,这曹德一定有大根脚,谁说他是野羞,谁说他是散羞。 他的传承了不得,五疯子一脉又一绝是妙术被破掉,让人震撼。 那是什么符号,太诡异了,反傲与强的可怕,人们甚至怀疑曹德身后有可与五疯子比肩的生物。 不然的话,何以诞生这样的门徒? 许多人怀疑,史前那几位神话中的神话生物,不见得真的死在明山大川中,或许还活着。 也只有这种强者能留下如此传承。 杀,历尘天大吼着,在第一时间俯冲过去,他的脚下依旧是流血的战场,无数的神魔尸体悬浮起来,还有各种璀璨的兵器在其周围沉浮,全都击射而出,向着楚风轰去。 神魔咆哮,一起攻杀楚风,兵器共振,银色大钟,金金圣塔,赤血长矛。 无边无尽,形成兵器山河,向着楚风击射,空杀。 空谋,楚风的人王胜宇爆发,金色符文在当中璀璨无比,将所有的神魔尸体,神兵力气都阻挡住,全面禁锢。 天地间大爆炸,那些神魔尸体,那些兵器都在瓦解,都在崩碎,神魔血与兵器碎块溅的到处都是。 在祭出这种妙术后,历程天身体微微暗淡,他像是蛰伏在虚空中消失了。 当所有神魔与兵器都消失,都爆开后,那种由虚而食的异象全面瓦解,他又在此现身,动用最强杀手锏。 历程天的双手发光,口颂真惊,又一次祭出时光术,斩千秋。 总的来说,这种在阳间排位前几的妙术,可谓无敌术,他在此施展。 而这一次,他躲在能量浪涛中,折服在刚才崩碎的神魔战场一向后方,很突兀地杀出,无比的犀利,不可阻挡。 历程天全身甲皱在铿锵轰鸣,在发光,隐约尖他的体外像是浮现出一道虚影,那想极了。 少年时代的五疯子,这一次,历程天想绝杀楚风,他以双手夹住一叶金色纸张,当成天刀,向着楚风劈去,璀璨的金光滑破了整片天地,射人之急。 大道轰鸣声,光阴碎片飞舞,纠缠在一起,景象惊逝。 楚风双手画动,隐约间两个磨盘浮现,他猛然合拢双手,碰的一声,像是形成了完整的磨盘,再次夹住如同天刀般的金色纸张。 他的毛子扫过纸张上的符纹,而后轰的一声,猛然碾压,时光束,斩千秋,宣告瓦解。 他的双手合在一起时,掌心金色符号闪烁,光滑绚烂无比。 哄的一声,金色纸张炸开了,这一次,楚风站在原地没有动,并未被崩飞出去。 而历程天则倒飞,大口可雪,楚风跟进,快如闪电,一下子就追上去了,果断出手,全印如红,像是两个磨盘向前砸去。 砰,一击而矣,历程天身上就冒出一个雪窟窿,身体矩阵,那片区域的甲咒都被打碎,一些甲片崩飞,震撼人心。 这可是融入五风子部分残甲的战衣,蕴含着无上魔性。 砰某,楚风再次出手,又一拳打出时,历程天横飞,身上再次出现一个雪窟窿,甲咒碎了一大片。 若是没有甲咒,许多老辈人物确信,历程天已经被打爆,那是什么妙术? 居然威力这么大,楚风追击,大到和鸣声震耳欲聋,他数次出拳,将历程天打得几乎要炸开了,甲咒灾瓦解,魔血四溅。 楚风的拳印太可怕了,一拳就是一个雪窟窿,每次都几乎将历程天打穿。 御图大圣,横击神话,真的开始了,但却不是历程天完成的,而是他的对手在实施。 第1262章五风子现世楚风的拳翼宏大如天,每一拳都金光万道,历程天反抗不了。 被打得蹊跷流血,身上出现一些血窟窿。 这种拳印太强了,每一次击出都伴着道明,各种异象绽放,有龙银虎啸声,有精卫一道又一道,还有诸神浮尸,血流虚空的场景。 不过,在他拳印发出的金光中,那些可怕景象有些被遮住了。 拳印无双,妙数无敌,楚风跟进,一拳又一拳打出去。 历程天嘶吼着,劈头散发,身上出现六七个血洞,他被打穿了,根本防御不住。 连楚风自己都诧异,都吃惊,他双手中分别凝聚着一个灰色墨盘,明刻上金色符号后,居然如此恐怖。 尤其是,仿若再现了光明死城中的景象,各族生灵失海无数,在无边的金光中沉浮。 诸神浮尸,天穷堂雪,虽然皆是异象,但却和光明死城中见到的海量尸体相仿,仿若再现出来。 楚风动容,难道他演绎出了光明死城中那个巨大而粗糙的石墨盘的气息? 曹德,历程天嘀吼,艰难稳住身形,而后瞬间全身毛孔一血,焚烧自身的潜能,发疯般向着楚风扑去,要决一死战。 穷魂的能量激荡,黑暗胜与无边,覆盖战场,他如同一尊不甘于失败的霸主,闯过轮回而归来。 他磨艳滔天,黑暗能量如同金涛拍案,四纳乱石穿空,将大片的战场都淹没了,他殊死搏杀。 可惜,依旧无用,楚风气吞万里,永不可挡,张嘴呼啸间,将压到半空中的黑云全部震散了,露出朗朗乾坤。 他一拳杂出去,光芒冲销,压盖战场,像是可以镇压世间一切敌。 哄,这一次,厉晨天很惨,整个人斜飞,他的身体上满是裂痕,赤心甲咒在炸开,全身都是鲜血。 五疯子少年时代所穿过的甲咒被人拆分,熔炼近数十件甲咒内,眼前的就是其中之一,带着无比恐怖的魔性。 若非有他,以现在楚风杀到狂的状态,足以将厉晨天打爆,形神俱灭。 他熔炼灰色物之后,宁克金色符号与小墨盘上,与双手相合,简直是摧枯拉朽,将时光树第一阶段的斩千秋都克制,都碾压了。 现在的他,真正步入勇猛无匹的境地中,所向披靡。 空谋,即便熔炼有五疯子甲咒的部分基础,厉晨天身上的战因还是承受不住。 原本这层甲一击已经被打出几个大窟窿了,现在自然要爆开了。 在楚风再次发出一击后,拳光滔天,震动战场,这副甲咒发出晶莹而璀璨的光芒,全面解体,而后轰然一声炸开了。 当与五疯子有关的残甲爆开,厉晨天自然经历了一次死劫,对他的伤害太大了,他的身体也在被撕裂。 他的右腿从大腿跟那里撕裂下来,左半边身子少了三分之一,右小臂折断,胸部塌陷,眉心堂血。 厉晨天遭遇重创,被楚风一拳打得四分五裂,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 在楚风这种权益下,什么赛生术,什么念盘法,都不管用,他的手掌同灰色小墨盘相合,震杀一切敌,克制诸天妙术。 整片战场都安静了,五疯子一戏的传人居然被人打爆。 这种战绩震撼了所有人,堂堂一位大圣啊,神话生物,结果就被人这样轰得身体断裂,陷入绝境中。 接着,三方战场喧嚣,无数年轻人呼喝,一片嘈杂声,特别是雍州阵营的少年们占血随之而沸。 整片浩大的战场上人声鼎沸,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淹没了天地。 大齐烈烈,三方阵营的人都不能平静,蓝布占州的许多人脸色阴晴不定,五疯子一戏的传人都败了。 就问你服不服,不服的话,打道你叫爹爹。 地下黑暗组织那里,少年莽牛奇坐在他父亲的脖子上,兴奋而激动,狠狠地抽了一口胡萝卜粗的雪茄,而后猛然扔在地上,在那里大笑。 小姐,这人果然是个大魔头,早先的纯扇掩盖了这种凶性,很危险。 周嘉那里,有老仆人禀报,周希笑嘻嘻,没有说什么,亚仙族那里,印小小奇妖的银色长发晶莹,发出灿灿光辉,他很开心,也很兴奋,拍双手较好。 他哥哥赶紧拦住他,脸色发黑,提醒他亚仙族与五疯子一戏可都是站在南部占州一方,目前同属一个阵营。 突然,许多人发出惊呼声,因为战场上出现变故,让人毛骨悚然。 在纳碎调的甲咒间,腾起阵阵乌光,从地上,从纳碎片中飞出来,在战场上组成一道模糊的身影。 他像是吞噬一切光线,让人心悸,让人胆寒。 别说其他人,就是神王与天尊都内心一阵,死死地盯着那里,感觉震撼莫名。 那是,他们不由自主,全都想到了一个名字,五疯子。 是他显化在时间,毕竟,这甲咒与他有关,沾染上了他的魔性。 历程天将死,他的头颅连着又半边身子,满脸苍白之色,姑息粗众,他愤怒而又觉得屈辱,他居然败得那么惨。 现在,他震颤,感觉不可思议,他见到了谁。 这很像山门内那幅画像中的鼻祖,五疯子。 他浑身颤抖,嘴唇都在打哆嗦,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了鼻祖。 他实在感觉激动,也羞惨无比,觉得眉脸见祖师,太丢人了。 远方,原本有大人物要干预这场战斗,承认曹德大圣,保住历程天一命,不想惹怒这一道筒的人。 可是现在他们止步了,那是,五疯子,他显化在人间,太震撼人心了。 战场上,那倒模糊的身影吸收各种光线,越发的压抑,无比的射人,让天地都在轻颤,似乎在发抖。 废物,起来,这是他发出的话语,呵斥李晨天,仅此四个字,但却惊悚了所有人。 主风寒毛倒数,身体绷紧,他简直不敢相信,居然遭遇五疯子。 原本他想冲过去给李晨天补上一击,结束他的性命,送他上路去找李晨坤团圆,怎能料到,五疯子陷于人间。 遭了,遇上杨坚最凶残的祸害之一,这可怎么办?远方,吕伯虎将手中的折扇都摇烂掉了,很是焦急。 精英仙子目光悠悠,盯着场中,当年五疯子大发雄威,负面孟古道,击杀该叫祖师,更是避掉了他的前十身,震动使前杨坚戒。 场中,楚风经过一刹那的恍惚,毛子深邃起来,五疯子又如何? 这应该不是真身,热恼了他,直接干掉算了,楚风体内不起眼的石冠在动,他随时准备祭出大杀器,显化神王道果,用石冠中的轮回图与木毛干掉前方的模糊身影。 真要这样做的话,绝对要震惊整片大阳间。 废物起来,这时,那模糊的身影再次喝道,声音越发地清晰,像极了一个少年的音质。 声音很大,如同金钟在震颤,震耳欲聋,那模糊的身影似乎并不苍傲,是年轻时代的五疯子。 厉晨天颤颤巍巍,想要挣扎起来,几次都失败了。 那道模糊的身影立在黑暗中,激荡出一片雾光,让厉晨天的身体重组,再时恢复成完整的身体。 去战斗,模糊的身影喝道,是,厉晨天发现伤口愈合了,再时恢复到了正常状态,他无比羞愧,感觉丢了师们的脸。 祖师,我愧对师们,让我叫祖廷蒙修,我有罪。 厉晨天颤声道,然后发疯搬向着楚风杀去。 马德,干掉你们两个,楚风也怒了,管你是五疯子还是谁,既然插手了,就是仇敌,不死不休,直接干掉吧。 杀,厉晨天怒吼,他知道,能恢复过来等于解了一条命,祖师想看到他无为而战,而不是窝囊地等死,他再也不能丢脸了,他拼命血战。 嗯,他惊异,虚弱气过去了,他又可以动用七死身了,这一刻他双眸赤胜,有些狂热,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直接一分为七,化成七尊大圣,一时间这里简直像是山崩海啸般,天地都要被冲破了,能量害人。 七位大圣同时出事,一同进攻楚风,而且,每位大圣都动用了绝学,无数的兵器玄空,此外还有时光束,斩千秋,金色纸张在线。 全是杀手锏,厉晨天也不管自己是否能够承受,是否可以驾驭,他已经陷入到疯狂状态,只要能杀掉曹德,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 七大圣出事,围猎楚风,空谋,将是天崩地裂般,楚风即出人王胜玉,这片璀璨金光被铭刻上了密密麻麻的金色符号,刺得人睁不开双眼。 一时间,虚空陷入短暂静止中,连七位大圣都短暂地被定住了。 空谋,楚风冲了过去,只有他能动,双手相合,化成一个完整的末盘,顿时将一位大圣打得爆碎。 顺息间,其他六位大圣利用这一机会全都挣脱,再次能够动了,但是他们的嘴角都在淌血。 此了一位大圣,其他六人也跟着受创,他们彼此元气相连。 杀,楚风大喝,竭尽所能,全力阵杀这剩下的六位大圣。 一时间,这片地带狂暴了,杀到日月无光,天地失色。 空,又一位大圣炸开,空,接着第三位大圣解体,化成一团血雾。 这对剩余的四位大圣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后果,他们生命元气相连,都跟着被重创,亮亮呛呛。 杀,楚风双手画动,每次合在一起都会形成完整末盘,无坚不摧,轰杀一切阻挡。 今可见,另外四位大圣也都被他打爆,形神俱灭,厉晨天彻底死去,尸骨无存。 七大圣毕命,震撼战场,也干掉你,楚风披头散发,杀红了眼睛,不计后果,也想干掉五疯子。 第1263张曹他战场外一片死寂,各族进化者头皮发麻,那可是一位有跟脚的大圣,就这么被曹德干掉。 早些想要干预战斗,就下厉晨天一命的高层,面皮抽搐,变故太通然,他们看到五疯子的模糊身影浮现,以为可保厉晨天。 谁能料到,少年五疯子冷漠无情,根本就没有搭理,只是骂他废物,让他接着去战斗,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曹德打爆,涂掉七大圣。 不仅如此,他们看到了什么,曹德眼神如同赤红色的闪电般,披头散发,杀气滔天,也要去杀五疯子。 这让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楚风杀到狂性大发,身体绽放无量光,举手投足间都有风雷声,有粗大的闪电飞舞,他像是一位魔主,可怕无边。 他真的冲着五疯子而去,乱发飞舞,双手画动间,两个摸盘隐约间可见,仿佛可以磨灭世间一切生灵。 五疯子,吃安老曹一拳,楚风喝道,其实,楚风正在暗中准备轮回土与筷子长的黑色小木毛,随时汇迹出去。 特么的,疯了,这是所有人的念头,他还真敢向五疯子下手,要朝他挥动拳头。 到底谁是疯子,怎么对调过来也无妨,这是,曹疯子,这一刻,所有人都风中凌乱,因为,真正的五疯子还没有发怒呢,还没有动手呢,结果曹德却先发疯了,他在主动进攻。 这简直让人看直了眼睛,同时感觉到阵阵惊悚,这若是激怒了五疯子,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件? 他该不会学习整片战场吧,此时,连一些高层都感觉后背发寒,认为曹德彻底疯了,居然这么的胆大包天。 那道模糊的身影立身在黑暗中,吞噬一切光线,宛若黑洞,像是世间最恐怖的生物在此驻足。 主风在临近,双手相合在一起,犹若可怕的灰色墨盘在轰鸣,浮现许多秩序神恋,景象射人。 许多人都露出异色,这,降级墨盘拳,人为越发有一种错觉,到底谁是五疯子,墨盘拳,果然,那模糊的身影开口,露出些许异色,做,这是模式拳,主风纠正,捏拳印,爆发刺目的光芒,向前进攻。 同时他的轮回图与小木毛也都准备好了,就要寄出。 然而,那道黑影从原地消失,出现在大地另一边,依旧黑的圣人,吞噬光明,他在观察楚风。 尤其是他在盯着楚风的双手,第一次露出一样之色,那双黑悠悠双目中露出神芒,宛若闪电照亮整片战场。 楚风心头凛然,他刚才都要寄出木毛了,想当众弹掉五疯子,结果黑影瞬移,站在另一个方向的更远之地。 他注意到了少年五疯子的眼神,很涉人,神色有些复杂,有吃惊,也有怀疑。 楚风心头一沉,瞬间,他想到了很多,难道五疯子是一个比想象还要大有来历的恐怖生物? 难道五疯子也曾经走过那条轮回路,而且记住了光明死城中的石墨盘上的部分符号,故此开创了墨盘权。 这就有些恐怖了,即便带着符纸,安全度过轮回,保住记忆,也不可能在那光明死城中的粗糙石墨盘中参悟才对。 因为,在那条路上,即便掌握有符纸,也是蒙昧的,也是浑恶的,不能保持清醒。 唯有被符纸带着,飞越过那道深渊,到了轮回路尽头的石胎前,那石才会恢复过来。 也就是说,除了楚风有识惯,可肉身横度,在光明死城中的巨大粗糙石墨盘中也能清醒,可以参悟外,理论上来说其他人不可见,不可悟才是。 然而,这五疯子眼神如此诡异,似乎他也走过那条路,洞彻过甚么。 这自然可不,让人惊悚,原本在史前,他就是无敌的生物,现在看有可能还有前世,更为久远,难怪他会强横霸道的令人发指。 通明报信,黑暗中的身影冷冷地开口,带着一种超然,还有一种平静下的霸道。 想知道我是谁,告诉你也无妨,楚风开口,他昂首挺胸,的确十分鹦鹉,也很霸道,尤其是身上沾染着大圣血,刚刚吐了七大圣,让他有一种魔性气质。 英姿涉人,他大声喝道,无名曹他,曹三龙。 战场上一片寂静,许多人实话,跟活见鬼一般,他说自己叫什么。 曹他,这跟史前离他什么关系,故意说的吧,当然,也有人心中坠坠,直打鼓,看他的眼神有些变了。 无疯子,你现在是少年状态吗?来,跟我曹他生死一战,看一看谁能活着离开。 楚风叫阵,再次向前逼去,赤道临头,退缩也没用,他是彻底放飞了自我。 五疯子目光悠悠,没有说话,依旧盯着他的双手,盯着那宛若灰色墨盘的双拳。 呆,五疯子,吃暗曹一拳,楚风大喝,再次扑杀,勇猛无匹,金光滚滚,能量浩荡,像是一道黄金闪电,快到极致。 这种称呼让人有点风中凌乱,女才多大,也好意思自称老曹,真当自己失离他了。 远处,六耳弥猴在抓耳挠腮,当然,最为让人震撼的是,曹德并非虚张声势,他真的冲过去了,又一次要去干掉五疯子。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他也是个疯子,什么曹他,叫曹疯子也不过分。 让人意外的是,那道模糊的身影没入虚空中,而后出现在大地尽头,并未同楚风决战,居然避开了。 五疯子,哪里逃,曹他在此,你那命来。 楚风喝道,迈开一双大长腿,就这么松松地追了下去。 这很让人意外,五疯子居然未战,这是为何? 根本不符合他的性情,他从少年开始就一路血战,横推对手,在他归隐前夕还在图门灭教,学习天下呢,现在好脾气了。 这不现实,残甲成城,魔性不存,再见,这是五疯子的话,黑暗身影四分五裂,最后他的眸子深深看了一眼楚风,一道金光飞出,直接向着天边没去。 观战的进化者没有人敢追,包括天尊都如此,都很老实于本分,畏惧五疯子。 楚风听闻顿时了然,这意味着刚才的黑影不过是摆设,没什么战斗力。 或者将残存的积蓄能量贯注给历成天了。不然即便是少年五疯子,也早已霸道地动手了。 五疯子哪里逃,你给我留下,曹他在此,今天要干掉你。 楚风迈开双腿,一路狂奔,就这么追了下去,他确实想干掉那里金光。 他认为,从魔性中顿走的一缕光,会带走此地的信息,去通风报信。 他总觉得,五疯子对他的末世权很感兴趣,对他有着异样的态度,即便那是少年五疯子,远非巅峰,似乎也知道很多事。 所以,他一路大追杀,战场上人文实话,这曹德,真命天了,不说其他战绩,但就是今天他这种行为便会引发巨大轰动。 千百万年来,无尽岁月,多少天骄与人杰辈出,也有经验古今之辈,想要去挑战五疯子,想要去灭那黑暗源头,结果去找他的闭关地,去找他可能隐居的一些恶徒,结果都有去无悔,连朵浪花都没泛起。 自那之后,再也无人敢冒犯他,自史前最后几位绝代天骄消失后,就无人去寻觅,去送死了。 而现在曹德他敢这么大吼,更敢大不留心地追杀五疯子,这简直是神话中的神话,跟天方夜谈似的。 不许逃,什么五疯子,什么不败的神话,今天我要将你打个头破血流,再干掉你。 楚风大喝,展开神族通后,他的脚心发光,每一次蹬在地上,都会让大地裂开,而他会跃出去很长一段距离。 他的速度很快,阴暴声震耳欲聋,可惜,这时杨坚,强如大圣也不能飞行。 后方,人们震撼,要杀五疯子,还要先打个头皮血流,怎么似曾听说。 很快,他们想到了一则密文,当初史前的黎塔黎三龙曾经去找过五疯子下黑手,将他打了个头破血流。 史前那个年代,五疯子唯一的败迹就是遇上了大黑手黎塔,痛定思痛后,他专心研究,想要破解其妙术。 这导致他后来图足灭教,九死一生进名山大川,出入荒泽大野中,寻找杨坚最强的几种无敌妙术。 真是曹疯子,说要打个头破血流,这是故意的八,阶短当年就是。 人们怀疑,还叫什么曹疯子,他自称曹三龙,有人纠正,那里金光太快了,几个闪灭,就要脱离浩瀚无垠的战场了。 五疯子,你给我站住,有种留下,我曹他曹三龙单手打抱你。 楚风在后面大吼,震动战场,人们都实话,不管怎样说,今日曹德之名都要传遍各族,也管他有没有图少年五疯子的实力,就冲他这些言行都要引爆舆论。 从此以后该不会真要叫他曹他吧,有人叹道,臭不要脸的,你不会是想借机跟着顿走吧? 我还没跟你算旧账呢?远方,龙大雨看得咬牙切齿,一脸鄙夷之色。 另一边,周族那里,周西也在开口,让身边的老仆人帮忙安排,他要和曹德见上一面,聊一聊。 小姐,那是个大魔头,很危险,不宜接近。 一位老者提醒,少女夕扬起银白的下巴,道,不是大魔头我还看不上,不和他聊呢,唯有大魔头才有资格。 几位老人顿时脸色漆黑,第1264张他自被不走了楚风迈开一双大长腿,一路追击,速度太快了,眨眼间就要消失地平线上,一路飞沙走时,大风呼啸,雷电披舞。 他一路过境,如同一头大妖魔似的,五疯子哪里逃,可敢与我一战,今天我要涂风魔,他在大喝,一副所向披靡,镇压一切敌的样子。 人们无言,曹疯子真是杀到兴起,忘乎所以,居然追着五疯子不放,注定要名震天下。 同时,也有许多人富匪,你还好意思嚷着要涂魔。 自己眼下更像是一只大妖魔,唯有龙大与鄙夷,他却发确信,那臭要脸的鸡大德是想跑路, 故意弄出这么大的动静,让人误以为他疯狂了。 咦,要消失了,有人开口,是啊,这是要追杀到哪里去,曹德真疯了,他敢追杀五疯子, 即便那是少年时期的魔性,没有战力,但他就不怕被施后被清算吗? 众人在谈论,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曹疯子正在跑路,撒鸭子狂盾, 眼看低平线尽头彻底安静了,人们还在热议中。 九头鸟族的神王赤锋眸子阴冷,一闪身就跟了下去, 想趁他落单下死守。 霓虹,李九霄两大神王立刻跟进,担心曹德出事。 其实,齐荣天尊第一个从战场消失,不过别人未曾注意。 他跟着楚风到了地平线尽头,当看到五疯子的那里金光彻底消散, 他便现身了,出现在楚风的身边。 前辈,楚风不疯了,很有礼节,但其实内心很不爽,现在想走的话难度很大。 曹德,这次你有些鲁莽了,那可是一位进化领域的鼻祖级生灵, 公参造化,他若是还活着如今多半天下无敌了。 齐荣天尊语重心长,并招呼他回连云,楚风面色平静, 但是心头却一沉,他还想顿走呢? 现在看来无法离开,当着天尊的面横度虚空,他没把握。 同时,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动用轮回徒与小木毛, 因为他不知道究竟是否能给予这种生物造成伤害。 走吧,回去,齐荣天尊说道,这时,九头鸟族的神王赤锋等人也都出现, 一路追过来。 楚风心中溺歪,眼底深处冷冽光芒一闪而过, 他点了地点头,道,好。 他的脾气也上来了,原本还想悄无声息地顿走呢, 就此时了扶一去,深藏公与名。 然而,这群人都追来了,不让他走,究竟什么意思, 难道要困住他? 既然如此,那他索性就留下, 他赢了那么多秘境都没去收割呢? 这次不管怎样说,先去都给霍霍了。 既然你们不让走,那我就不可客气了, 该是我的都收割,一根毛都不留下,楚风如是响。 众目睽睽之下,他觉得某些人不好食言, 无论如何许诺的秘境也得先让他进去采决造化物质。 曹德,你还是离开吧,与上天尊出现, 他露出凝重之色,他想护送楚风离开, 不然的话别说五疯子的真身, 就是显化一道化身,也是世间无敌。 谁能当党五疯子,真要对曹德下手, 多少人拦着都没用,都要跟着死。 没事,我不走。 楚风回应,与上天尊有些焦急, 暗中传音告诉他,必须得离开, 不然的话有性命之忧。 楚风叹气,老天尊对他不薄, 他也没有掩饰,暗中回应有自保之道。 其实,他是觉得即便有老天尊庇护, 也很难离开, 毕竟战场上的天尊数量可不失一两个。 他自卑的人,一向光明磊落, 不杀五疯子,我不会离开。 许多人闻言,都一阵无语, 你还真正吹,除非离他再生, 不然谁能杀五疯子。 同时,也有很多人想说, 你举什么例子不好, 非要说他自卑的光明正大, 全阳间人都不服气。 离他,史前赫赫有名的大黑手, 从来都是从背后打人黑砖, 砸人闷棍,总是喜欢下黑手。 当然,人们也承认, 他原本就强大的离谱, 天下无敌, 可是那下黑手的习惯从来就没改过。 曹德回来了, 进入战场, 顿时引发雍州阵营无数少年强者欢声雷动, 如同潮水般接近沸腾起来。 即便是湛州与赫州的人也都露出异色, 一些年轻人甚至跟着共鸣, 跟着热议。 在他们看来, 今天曹德之战绩太惊人, 如同史书中记载的神话般, 图大圣也就罢了, 居然还敢呵斥五疯子, 一路大追杀。 最为关键的是, 五疯子, 离开了, 别管什么原因, 五疯子的魔性消散在天边, 正无疑成全了曹德之名。 前辈, 我究竟赢了多少个秘境, 咱们算一算吧。 楚风开口, 当着所有人的面, 在三方战场上清点战利品。 他抓了一群胜者, 将这个级数的秘境全都赢了过来, 整整十个秘境, 这没有什么可质疑的。 而后, 他又击败李晨天, 这可是大赌注, 他必须得仔细算账。 李晨天这么废柴, 只赢了五个秘境。 当听到具体秘境术后, 楚风脸色微黑, 顿时感觉心情不舒畅, 比他预估的少多了。 南部詹洲的进化者听到后, 脸色更黑, 也只有你敢这么说废柴, 换一群人试试看, 早被历陈天横扫雨学洗干净了。 当然, 他们的心也在滴血, 五个秘境, 这当中天之道蕴含着多少造化, 这要是挖到一株类似绒草草般的天物, 那价值让天尊都会眼红。 怎么这样少, 他身为大圣, 居然没能够横扫亚圣领域, 真丢人, 居然不是十个秘境。 当听到楚风这么愤愤地嚷道, 对立阵营的人肺部都要燃烧了, 赢走那么多秘境, 还得了便宜买乖。 一些人颇为同情历陈天, 人死都死了, 还要被对头奚落。 有人解释, 历陈天展现出的实力过强, 有些赢过秘境的人逼而不战, 所以他最后只赢得五个秘境。 楚风撇嘴, 道, 这就是飞扬跋扈的结果, 自以为天下无敌, 过早地彰显实力, 结果怎么样, 好处没拿多少, 还被人打死。 许多人面皮抽搐, 这特么的打脸也不至于如此直接吧, 人都死了, 你还说说叫什么? 再者, 怎么听你这都像是自夸, 不过许多人细想后, 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低调才是王道, 才是最高级别的炫耀, 这种道理他不懂。 楚风摇头, 老气横秋, 菲利阵营那边真想杀人了, 想干掉曹德, 这家伙的嘴巴怎么就闭合不起来呢? 太不招人拜见了, 而且, 你这是低调吗? 有人咬牙切齿, 一致认为, 曹德早先故意装平庸, 钓鱼班一个一个的掳走对手, 更为可恨。 对了, 我前面还杀了一个映照级别的喳喳呢, 历程天地哥, 叫什么的? 这更加招人恨了, 喳喳, 南部湛州的人脸都绿了, 如果五疯子一脉的传人叫喳喳, 那他们算什么? 再怎么说历程坤也是相当恐怖的, 居然被他这样评价, 而且, 他似乎忘记了叫什么名字。 他叫历程天, 有人大声回应道, 对, 就是那个喳喳, 他赌战赢了几个秘境, 也是我的。 楚风强调道, 南部湛州一群进化者脸色由绿而蓝, 这都能行, 映照极强者历程坤死后都不得安宁, 被人比一羽要账。 这时其荣天尊出来打圆场, 道, 算了, 这个就免了, 他也就得到一两个秘境。 因为, 他觉得将南部湛州实在逼狠了也不好, 见好就收为妙。 而且曹德杀历程坤时, 并没有谈什么赌斗的事。 即便其荣天尊打圆场, 对立阵营的进化者也都对楚风怨气很大, 许多对手都不拿好眼神看他, 心中怒火涌动。 你们还不服气, 要不还是将历程坤的秘境也交给我吧, 我曹他是个讲究的人, 不服就按规矩来。 楚风在那里背负双手, 下巴扬起很高, 一群人真的是怨念无尽, 真想干掉他, 史前有大黑手离他, 当时有大黑嘴巴曹他, 有人不满地说道, 总觉得, 他这张嘴巴最好奉起来为好, 实在不招人待见。 然而, 除了对立阵营的敌人外, 其他人却不那么想, 雍州方一片欢呼声, 对曹德相当的拥戴, 尤其是年轻人看他的眼神有些狂热。 雍州阵营还招人吗? 我们也想加入, 远处有一大群人喊道, 大多都属于散修, 都是中立阵营的进化者, 今次听闻三方战场赌秘境大决战, 特来观战。 现在有些人想加入雍州阵营, 因为, 雍州有一个大圣, 他们很想借此攀谈, 去请教曹德如何成就大圣果位的。 这种神话生物太难见了, 近古岁月, 多少万年都不出世。 即便是有, 野气居在禁地中, 或者在明山大川下陪着那些将死的鼻祖极老怪物等。 如今有一个活着的大圣, 但凡有野心, 想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少年强者, 谁不想与之交流。 可以说, 曹德申在雍州阵营, 现在无形中等于立起一面大棋, 吸引了很多新生代, 想要加入进来。 此外, 实力高深的进化者也有不少人希望加入, 因为在神王领域一战中, 李九霄、 霓虹、 姬彩轩、 霄施运等人几乎拿下大半的秘境, 强势横扫。 若非对立阵营赢过一场的人必战, 估计战果会更丰厚。 即便雍州阵营其他境界输得较惨, 但是, 有大圣, 以及有神王领域的大圣就足够了, 这才适应实力。 好, 欢迎之志, 其荣天尊开口, 带着笑容, 请这群散修加入。 说是散修, 但其实也有很多人是世家子弟, 隐区身份, 很低调地混在人群中。 甚至, 地下黑暗组织的人也都过来了, 无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也要一并加入。 这其中包括楚风的一些故人,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唯我吕伯虎。 一个纯红齿白的少年摇着一把破折扇, 先是风流倜傥, 而后, 向着这边。 杂鸭子狂奔, 爹, 再快点, 都被人挤到后边去了。 地下黑暗失离那里, 少年蟒牛骑坐在他父亲蟒牛神王的脖子上, 一路向前冲。 当然, 也不是所有人都很眼神热切, 虽然也情绪激动, 但那绝对不是热情, 而是满腔的怨念, 恨不得将楚风给活吃掉。 龙大雨化成一道光, 那速度绝对超越其他所有圣者, 恐怖的一塌糊涂, 满头黑白发丝都向后飘舞而去。 他如同一道流光般冲了过去, 不过, 还是被人海给淹没了, 因为涌动过去人实在太多了, 有些比他距离更近, 无边无言。 鸡大德, 鸡黑手, 鸡大坑, 鸡大黑锅, 我问候你祖宗十九代, 今天非要和你精算不可, 本座人无可忍, 都要驾驭怒火举霞飞升了。 另一边, 亚仙族那里, 一发少女应小小此时非常活泼灵动, 美丽无瑕的面孔上写满惊喜, 也要向前冲。 结果, 他哥哥一把拉住了她, 用力攥住她的手腕, 道, 你究竟是哪个阵营的, 回来。 应无敌, 你给我松手, 不然我跟你决战。 应小小造反, 远处, 周家那里, 几位神王及老者怎么相劝也没用, 少女席如今非常有女王犯, 一挥手, 要求摆驾, 去见那大魔头。 小姐, 他虽然是一位大圣, 潜力无可限量, 但是得罪了五疯子, 下场不会很好, 注定相当凄惨, 这时间没人救得了他。 一位老者苦口婆心地劝导, 郭造, 带路, 周西直接迈开轻盈的脚步, 静止在人群后前进。 不少人都蜂拥而来, 许多进化者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冲着曹德而去, 非常的热情, 要跟他现场交流。 大圣有太多的秘密, 有决定胜者相信, 一旦有人点破那层窗指, 他们也有机会踏足那一领域。 第1265章故人重逢楚风实在有点招架不住, 这群人眼神火辣辣, 男人热血澎湃, 哭喊着道凶, 女子则眸波流转, 言语温柔。 曹哥哥, 人家年方二八, 正是青春绽放, 大好年华时, 想向你请教哦, 今夜你有时间吗? 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传来, 太美惑了, 让许多人半边身子都酥麻了。 楚风也是一个哆嗦, 急忙转身就要答应, 结果看到一个五大三粗的女子, 跌着雪盆大口在对她笑呢。 哎呀妈呀, 她差点以为遇上了冬青姐, 不相上下, 雄壮得可以媲美。 啊哈, 晚上我有约, 青鹰仙子请我喝酒。 楚风急忙这样说道, 远处, 青鹰脸色微黑, 同时也有些心情异样与复杂。 她一身白衣, 雅结出尘, 青丝柔顺, 龙颜爵士, 被阳光照耀后, 她身上更是多了一种神圣光彩, 整个人都仿佛要羽化飞仙而去。 曹德哥哥, 我愿为你研磨天香, 这一次依旧是个女子, 但是正常多了, 极其靓丽, 而且有人认出, 这是白虎族的一位少女, 而且是嫡系。 她白发如雪, 面孔精致无瑕, 可谓风姿动人。 白虎族不是对面阵营的人吗? 居然也有人投笑过来。 简然, 他们的子弟分散到其他阵营中, 不打算将宝压在一方。 小哥哥, 奴家来自乌山丽人族, 还有一位孢妹, 与我一模一样, 愿追随在大圣身边。 又一个带着雌性的少女的声音传来, 非常动听, 果然自容出众, 而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个与他一般无二的丽人。 主风见到众人这么热情, 刚想张嘴愉快地答应, 但是, 这时又有嗡声嗡气的少年想与他结拜。 此外, 更是有人暗中传音, 道, 鸡大德,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来此。 主风心神俱阵, 这是谁, 辨别出他的跟脚, 虽然没有当众叫出, 只是暗中呵斥, 但也很危险了。 然后, 他就看到一张有胎记的脸, 他火眼金金暗中发动, 一扫而过, 顿时认出, 这特么是。 变荒那头怪龙, 龙大雨, 他脸上顿时阴晴不定, 这是债主上门了, 曾经送给怪龙好大一口黑锅, 让他成为阳间臭名昭著的通缉犯。 脚爷曹他, 主风死不承认, 也是暗中传音, 但是, 他还是有些心惊肉跳, 怪龙太诡异了, 居然能够看穿他, 实在有些恐怖。 龙大雨咬牙切齿的同时, 也在沾沾自得, 上一世曾经摸进大能领域, 当初截取了积大德的一缕本源气息, 如今自然有手段认出。 你骗鬼, 也早就认出你了, 龙大雨眼冒凶光, 而后直接威胁, 道不想死的话, 到时候将你赢的秘境造化送我。 这黑心龙居然敢敲诈勒索他, 主风顿时黑下一张脸, 再次强调, 道我是曹他, 不过, 我知道你是谁了, 你是那头怪龙, 信不信我揭穿你的身份, 让你这个通缉犯无处可顿。 龙大雨一听, 顿时火矛三丈, 他就是因为姬大德送了他好大一口黑锅, 才成为杨奸臭名昭著的通缉犯, 结果这混账条过头来还威胁上他了。 现在, 他还没有打算揭穿对方呢, 结果对方先反制了, 龙大雨义愤填膺, 怒火难消, 想要虐待他。 曹他你妹, 三龙这名字你用的话, 实在是一种亵渎, 一种玷污, 太可耻了, 得自卑的果然美好东西。 你害得我好惨, 背了一口最强的黑锅, 让我红尘炼最强的心道差点崩溃, 而你, 马德, 却拍拍屁股就跑路了, 没诗人一样。 你说, 我要是揭穿你的你话, 墨家, 史家, 六尔弥猴, 李九霄等一群强者会放过你吗? 再加上九头鸟族, 以及贺州与詹州两大阵营的人, 你可谓举事皆敌。 大雨啊, 瞧你这么激动的样子, 不像话, 枉我将你当兄弟, 你就这么对我吗? 要揭发我。 楚风换了一副口吻, 显得热络起来。 可是, 不听这话还好, 一听这话怪隆隆大雨差点跳起来, 道, 你将我当兄弟, 送我那那么大一口黑锅, 如果不当兄弟你送我什么? 楚风单笑, 道, 事出有因, 另外, 我想和你说, 咱们兄弟不是外人, 我成立了各组织, 名为四大美人, 有史前的老妖怪, 也有当时的神话我, 再加上你, 纵横天下, 以后横推五疯子他们, 改朝换代。 阿呸, 见鬼的四大美人, 今天你要不赔偿我损失, 我就要大喊大叫了, 告诉人们你究竟是谁? 龙大雨恫吓, 楚风道, 怪龙,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 我也举报你, 咱俩别大哥笑二哥, 其实都是一条绳子上的骂蚱, 目限一个, 另一个也跑不了。 我罪名没你中, 不怕, 龙大雨老神在在, 楚风文言, 吃笑道,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秘密, 在变荒龙潮最下面一层, 我看到了你的本体, 你是一头老妖魔, 是转世重生的史前巨龙, 那么的, 我都有点怀疑了, 黎他什么种族, 该不会也是龙族的吧, 是不是跟你有些关系? 不对, 就你德行, 不可能是霸道无敌的黎他, 你该不是他虫孙子吧? 怪龙文言后, 一阵惊悚, 他在地下的本体被人看到了, 这要是传出去, 绝对引发大地震, 他的仇家肯定要来追杀, 那可都是大能, 甚至有更强者。 他曾做过不少天怒人怨的事, 就怕曝光真身。 此外, 轮回狩猎者也必然要出动, 天上地下的捕杀他, 难有火鹿。 楚风当时的确看到了他庞大的本体, 当时一位天尊贵妇在那里, 对龙师叩首, 当然那天尊也早已死在那里了。 龙大鱼脸色阴晴不定, 接着又暴怒, 鸡大德居然说他是黎他的虫孙子, 这混账的德自卑, 难道是黎他转生? 都很不是东西, 不然为什么要叫曹他? 回头跟你清算, 怪龙转身就想跑, 他觉得, 即便先翻击大德, 也会将自己搭进去, 太不划算了。 在他看来, 他的命可比曹德金贵一百倍。 楚风喊道, 别怕, 回头咱们两大美人巨手, 一同探索秘境, 少不了你的好处, 你要是现在就跑, 我保证嗷唷一嗓子, 喊出你的跟角, 多半有天尊都会下场激拿你, 你肯定逃不掉。 当然, 他们之间的对话都是暗中以精神剧成一道波数, 进行传音, 没法公开。 你, 龙大雨气急, 居然反被威胁了, 最后, 他破开大骂, 道, 什么四大美人, 让本座只起鸡皮疙瘩。 他这是为自己找台阶下, 暂时还真不敢走了, 怕鸡大德于死网破。 楚风不敢放任他离开, 这怪龙若是顿走, 估计会立刻揭露出他的真身是谁, 会让他死得非常惨。 现在, 两人真的成了一根绳子上的两个骂蚱。 龙大雨不出声了, 但是却在思寸, 怎么击毙曹德, 这口窝囊气打死他也不会吞下去, 被那么大一口黑锅, 还要跟他妥协。 为门, 然而, 就在这时, 楚风当众开口, 道, 这位小兄弟, 我看你根骨清奇, 绝非凡俗, 跟我走吧, 教你大圣秘法。 我去, 龙大雨想骂娘, 谁愿意和你走在一起, 再者说, 大圣知道用你叫吗? 本龙都活了三四世了, 早已踏上最强路, 今是要你天, 谁会做你小弟。 然而, 许多人都以火热的眼神望向他, 极度羡慕恨, 眼中喷火, 恨不得取而代之。 龙大雨有点晕菜, 他有心拒绝, 但是, 想到自己比谁跑得都快, 率先冲到曹德身边来, 这要是转身就走, 必然会不稳妥, 不符合常理。 最后, 他梦然答应了, 跟在楚风身边。 他也想开了, 想跟姬大德走在一起, 一块静秘镜, 收割掉姬大德所有的造化, 洗劫这个仇敌。 他很自信, 除雀瓷身强大外, 他还有前世之躯, 关键时刻寄出来, 轰杀一切敌。 然而, 他还是很不爽, 因为此时楚风正笑眯眯地拍他的肩头, 称呼他为小弟。 小弟, 龙大雨简直要疯了, 多少年没人敢这么称呼他了, 虽然不做大哥好多年, 但也曾经为一方霸主, 今日出门没看黄厉, 转身轻了厉鬼了。 楚风也很不爽, 收下这么一个怪模怪样, 黑白发丝混合, 脸上长了一大块胎记的小弟后, 许多强族接近踏实策略都变了, 早先的那些厉人呢。 都被替换为男性进化者, 而且都长得奇形怪状。 突然, 楚风看到了吕伯虎, 见其眼神炽热, 激动的样子, 他顿时心头一动, 暗中用火眼金金一照, 顿时差点大叫出来。 其灵魂是小阴间的老驴, 吕飞扬, 曹兄, 我吕伯虎啊, 太仰慕你了, 我要追随在你的身边。 老驴现在纯红纸白, 真成了书香门第世家的才子, 摇动着折扇, 眼底深处相当的热切, 都有热泪要滚落出来了。 还好, 周围的人很多, 所有人都很激动, 没有人看出他的异常。 楚风心中也很热乎, 眼睛发酸, 多年过去终于又看到一个兄弟, 在这阳间重逢, 他真想大叫一声, 但是他不能, 只得忍住。 同时, 他也觉得无言, 这老驴在轮回终极地片的东北虎去转身为驴, 结果他自己转身就跑去做才子了, 而今还叫吕伯虎, 也真是让人晕了。 东大虎要是在这里, 肯定要掐死他, 呜, 曹德大兄弟, 让我也跟在你的身边吧。 另一个方向传来蟒牛音, 楚风身体轻颤, 那是谁, 其坐在蟒牛族神王的脖子上, 竖着背头, 晃动着粗糙的鸡脚, 戴着墨镜。 这活脱脱就是大黑牛的缩小板, 他眼睛发热, 差点落泪, 这绝对就是大黑牛, 居然在这里重逢, 这一刻, 他感谢上仓, 能够让他见到一些故人。 当年, 他送给众人的福祉残缺, 没有办法, 因为当时实在没有完整的, 而且是众人共用, 他一直在担心, 有些人可能觉醒不了前世的记忆。 就如同东大虎, 明明就在楚风身边, 可他却过了很久才意外激活前世记忆。 现在看来, 大黑牛与老驴另有机缘, 所以觉醒了。 楚风没有再看他们, 因为他不敢, 现在的确不是相认之时。 他很严肃, 对众人道, 我刚追杀完五疯子, 可能会有大祸, 所以你们不要与我走得过境, 咱们都是兄弟, 不久后若我无恙再聚。 然后, 他分开众人, 带着龙大雨向外走。 这些话当众说出, 其实是说给大黑牛与老驴的, 主风担心五疯子随时去而复返发, 真身驾临, 他不想连累故人, 先躲过这一劫再说。 然而, 一大群热血少年这是一起叫道, 我们不怕。 这当中也包括大黑牛与老驴, 都快热泪盈眶了, 能够在阳间聚守真的不易, 他们经常在睡梦中惊醒。 当年共甘共苦, 最后却生离死别, 各自上路, 实在太凄惨了。 无需这样, 你们现在帮不上我, 只会让我分心, 不久后再聚。 楚风分开众人, 拉着龙大雨离去, 这次人是在告诫大黑牛与老驴, 千万不要暴露出来, 不要因为情绪激动而不顾一切的相认。 此时, 所有进化者都说曹德大胜仁义, 不想让他们因为跟他走得过近而发生危险。 只有一个龙大雨简直是蹊跷生烟, 他很想说, MMP, 这么危险, 你非得拉着我, 我问候你二大爷。 楚风刚走出人群就看到少女西, 多年未见, 他早已成年, 风姿爵士, 美丽无双, 可与妖妖的风采相比。 曹德大胜, 神一样的少女在天上俯视着你哦。 刚一见面, 少女西就这样笑嘻嘻地说道, 周西身边的几名老者面皮抽动, 这么说话, 对于一位大胜来说太不尊重了吧。 他们的脸色有些尴尬, 然而, 楚风却是心中矩阵, 接着有一股暖流淌过全身。 他想到了在小阴间的旧事, 那个时候, 他与少女西一起经历过很多事, 他魔力己身时, 踏上新路, 少女西一直陪伴在身边。 不过, 那时少女西出来阴间, 非常怕冷, 不适应阴间的环境, 有时候脸色很苍白, 只能常躲在太阳中。 在那个时期, 他曾很欢快活泼地说道, 当你抬头, 就能看到我, 神一样的少女在天上俯视着你, 你要时刻记着敬畏神明。 这是很深刻的旧事, 当年少女西与楚风一起游荡小阴间, 给楚风留下了一段非常美好与温暖的回忆。 而后来少女西迫不得已要返回阳间, 流下血泪, 发誓要帮他们复仇。 此刻, 在此重逢, 楚风心有感触, 鼻子微酸, 因为, 哪怕喝下孟婆汤, 斩掉了太多的羁绊, 他还是记得当年的一切。 他想到了那些人, 那些事, 还有那些年。 哟, 不错, 很甜, 哪足的, 过几天后我去抢你, 楚风与他擦肩而过, 没有相认, 但是他明白少女西已经知道他是谁。 现在不是时候, 五疯子可能会驾临, 他不想身边的人再次发生悲剧, 故此这么轻挑地打招呼, 而后走了过去。 周族的几位神王老仆一个个脸色漆黑如墨, 特喵的, 怎么说话呢? 你敢去周家抢人? 早先, 他们还觉得自家小姐说话太随意, 过于不敬大圣, 结果现在发现, 这件鬼的大圣更不会说话。 他们真心有种错觉, 自家小姐的态度与那曹大魔头有点对口味。 楚风拉着千不肯万不愿的怪龙, 走出人群, 进入雍州阵营。 龙大宇一百二十个不乐意, 真想下黑手, 干掉他跑路, 但是, 周围可是有天尊, 他没敢撕破脸皮。 这简直是, 踩了地狱犬分, 轻了厉鬼了, 他一肚子怨灭。 这时, 九头鸟族的神王赤锋猛笑, 道都是快死的人了, 还能笑得出来也不易。 谁能杀我, 谁敢杀我, 楚风逼是他, 五疯子一戏的人会来的, 你自然是死人一个。 赤锋神王吃笑, 你哪个阵营的, 竟说出这种话, 楚风寒声道, 实话实说而已, 同哪个阵营无关, 赤锋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五疯子还没天下无敌呢, 使前时代, 曾被离他打的头皮血流, 逃顿而走。 说到这里, 他扫视众人, 道, 我的师门无拒他, 我会请师门长辈出山, 来此守候五疯子, 真敢来就击杀他。 众人闻言, 无比震撼, 要击杀五疯子, 吹大气, 赤锋猛笑, 主风邪秘他, 傲然道, 你懂什么, 我的师门就在此周, 距离不是很遥远, 我有九个师傅, 来一位就够了, 到时候活活吓死你们。 第1266章天下第一槽大圣名好, 我是天堂早报的记者周云, 请问您在追杀五疯子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境, 真的不怕这位镇骨硕金的无敌者吗? 来到雍州阵营大后方时, 一群战地记者蜂拥而上, 差点将一些大仗给挤坏。 有我无敌, 他自卑一生不弱于人, 从不知畏惧二字为何异。 主风挺凶, 很严肃地说道, 左有人东吴雨, 你还真要改名了, 从此以后叫曹他。 怪龙有一股冲动, 想给他后脑勺来一下, 装什么大尾巴狼, 龙大雨清楚地知道, 基大德追杀五疯子十分明是想跑路。 曹德大圣因姿勃发, 勇冠三方战场, 请问您到底出自哪一门派? 又一位战地记者发问, 这个话题很敏感, 以前人们一致认为, 他是一位散修, 可当他是斩出终极拳后, 许多人怀疑, 他身后有可能有可怕的道统。 脚门小派, 不值一提, 不过打九头鸟族这样的世家, 估计能捏几十个吧? 九头鸟族的神王赤锋就在进前, 听他前半句时还在撇嘴, 认为曹德有自知之明, 可听到后半句顿时想干掉他。 曹德大圣您好, 我是杨坚发行量最大的通古报刊的记者周玉, 我想带诸圣向您郑重请教, 你是如何成就大圣果位的, 如果方便的话, 还请给予后来者指引一条明路, 所有人都会感恩。 一个火红长发的丽人, 脸蛋都红扑扑, 十分激动, 这样采访楚风, 蒋探究大圣之秘。 蒋成为大圣, 需要不断提升体质, 肉身强横是一个必要元素, 我记得自从出生开始我九师傅就天天去为我捕猎九头鸟, 喝起血, 拾起骨髓, 强筋撞骨, 让全身的细胞内都蕴含着禁忌属性的潜能。 你看, 我稍微移动用圣级能量, 就血其滔天, 有诸神浮尸的异象显现, 这就是底蕴的体现。 楚风在这里侃侃而谈, 信口开河, 周围的人很激动, 这就是大圣成长的秘密之余吗? 许多人都迅速记下来, 还要继续请教, 可是, 旁边九头鸟赤风却眼神阴冷, 杀意无边, 他承认一直想淡掉曹德, 但是, 却一直没有机会。 而对方也不是善类, 这简直是满嘴胡说八道, 想置九头鸟足于死地, 如果这种谣言真的传开, 全天下强族都去猎杀九头鸟, 取其真血, 到时候他们非灭族不可。 尽管许多人不可能相信, 但是, 有些族群, 有些走投无路想死马当活马一的老怪物, 过于溺爱自己的子孙, 真的可能会去猎杀九头鸟, 取其血液, 这就危险了。 赤风脸色铁青, 因为曹德大混账的一句话, 让他们这一族平白多了许多潜在的风险。 曹德大圣, 请问为何要喝九头鸟的血液, 这有什么必然因果吗? 又一位记者开口, 刚才我都说了, 要摄取禁忌能量, 洗礼肉身。 众所周知, 纯血九头鸟是从天下第十一禁地走出来的, 它们自然也带着禁地属性的因子。 什么是禁忌, 都在天下那些绝地中, 这样说你们明白了吗? 其实, 当时天下除了我并非没有大圣, 肯定还有一些, 都在禁地中。 主风很严肃, 认真回答, 按照他所说, 禁地中的生物贴生蕴含着特殊的能量因子, 带有禁地中的某种禁忌属性, 因此可谓大补物。 陈王赤风费都要炸了, 这曹德三句话不离九头鸟一族, 不害死他们是不罢休, 这脏水泼了一盆又一盆, 没完没了。 他都准备杀人了, 还好, 雍州阵营的高层也看不下去了, 拦住那些战地记者, 不让采访了。 一时的心直口快, 说出了我们道统的修行秘密, 你们可不要乱传, 真公布出去的话, 我也不承认, 要做到不信谣, 不传谣, 同时我也不辟谣, 你们看着办吧。 最后关头, 楚风还在墨基呢, 一群老怪物都无语, 这小子推卸责任的同时, 还不忘记加把火呢。 九头鸟族的血液针管用, 猴子呲牙咧嘴, 凑上前来, 管用, 楚风正重点头, 那好, 回头去猎杀几只, 我若不成大圣, 今生都不会再出事了。 猴子发狠, 远处, 老猴子六只耳朵其煽动, 听到这种话后 差点扯下来几根胡须, 你不出事, 那不就废了吗? 回去后, 我也要喝上一缸九头鸟族的王血。 彭万里点头, 很够一丝, 积极配合, 这让即将离去的一群战地记者顿时兴奋, 接近高潮, 非常满意地离开了, 明日头条有猛料可以报了。 赞了, 赞了, 不信谣, 不传谣, 不辟谣。 楚风在那里摆手, 马德, 九头鸟族有人想冲过去击毙他, 杀人不见血, 还在推卸, 曹德太无耻了。 楚风已已然离去, 让一群人咬牙切齿, 但却不好当众动手。 不过, 楚风的日子也不算多好过, 他图调大胜利沉天是小, 可是追杀五疯子的事就太麻烦了, 所有人都在担心, 五疯子一系的人出事, 直接杀到战场上来。 金色大帐类气氛严肃, 都是老家伙, 缭绕混沌气, 让整座大帐中都一片朦朦与模糊, 看不清他们的身影。 有人主张直接将曹德绑起来, 静等五疯子一系的进化者上门, 将他推出去, 平息五疯子一脉的怒火。 这引发激烈争吵声, 雍州霸主的图孙浩元第一个站出来, 坚决反对, 如果这么做的话, 雍州阵营就完蛋了, 将离心离得, 下面的人谁还会卖命, 这等于自毁坚实的根基。 九头鸟族的老祖因策策地说道, 别说五疯子亲临, 就是这一系的掌门大弟子出山, 谁又能挡。 这让人沉默与压抑, 世间有传言, 五疯子最小的弟子都早已在很多年前成为大能, 更谎论是他人。 而他最小的弟子是一位女子, 这位女子的弟子之一便是太武天尊。 越是细想, 越是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五疯子一脉太可怕了, 真要发动, 在阳间发难的话, 或许能够扫平个大教。 越是离族, 佛族, 这样的最强己族, 若是族中的祖师已经作化的话, 也难党被五疯子一戏踏平的局面。 争吵很激烈, 九头鸟族的老祖, 十二亿银龙族的老祖等人, 全都眼眸阴冷, 主张将曹德交出去。 绝对不行, 与上天尊吉利祖旨, 六尔明侯族的老祖也不赞成, 认为这不是断尾求生, 反而会引发滑变, 会有许多进化者返出去。 这种事不要提了, 浩元说道, 并且他郑重强调, 自己的师祖, 雍州霸主, 足可以匹敌五疯子, 无惧他。 众人一阵沉默, 因为虽然知道雍州那位强的逆天, 但是跟五疯子比较起来, 还是有些说不好。 许多人都认为, 两者属于同级术的强者。 只是, 五疯子太老牌了, 或许手段更为莫测也说不定。 当然, 也有人认为, 雍州的那位得到了混沌解, 这是天地大道的有形之体, 而贺州与湛州那两位分别得到万劫禁与轮回灯。 有人说, 三气合一, 便是终极, 现在, 雍州霸主已得其一, 公参造化, 所向提名, 即便没有五疯子老辣, 但是有此混沌解在手, 也应该先天不败。 江传, 雍州那位上一世就是因为强取大道有形之体, 混沌解, 而被劈成交叹, 消失漫长岁月。 那个时代, 他已经统于阳间二十分之一的疆土, 神威盖世。 但是, 由于他过早的摘取三件器物, 想成为终极计划者, 从而被阳间有史以来的最强大天解击毙。 事实上, 他并没有死, 只是身体干枯了, 成为交叹状, 在漫长岁月后的这个时代他复苏了, 全面恢复过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雍州的霸主也有很逆天的跟角, 无人可揣夺, 无人知晓其真正的来头。 所以, 一些人对他抱有极大的信心, 即便如此, 在浩元与上几人的号召下, 说不能自乱阵脚, 可是最终依旧僵持不下, 没有确定保曹德还是交出去。 金色大帐中混沌缭绕, 一片模糊, 高层商议无果。 这里还未有结果, 没有传出不好的消息, 可是楚风那里却是先发作了, 他有些等不及了, 找其容天尊要秘境, 他要去收割造化物质。 一些老怪物无言, 这里呈商量到底要不要将你卖掉呢, 而你却还跟没事人一样呢, 还在蹦大, 真是不低调。 其实, 楚风欲感不妙, 他是想提前收割走造化物质, 将自己应得到的秘境都给霍霍了, 然后跑路。 结果, 其容天尊亲自走出大仗, 满脸笑容, 劝他不要急, 目前三大阵营对于秘境的取舍还要协调, 还在划分归属范围, 没有最终梳理好呢。 却要多长时间, 楚风问道, 再怎么着也得两三天吧, 其容天尊答道, 楚风听闻, 寒毛倒数, 这真等不起, 这么长时间的话, 即便杨坚在广袤, 即便五疯子真身可能沉眠未醒呢, 两三天过去也该接到消息了。 那时, 他再不走的话, 肯定要被炼化成灰烬。 至于他说的那个师门, 的确有那种地方, 但却跟他没多大的关系, 他有兴趣过那片神秘地狱, 但是那里的生灵却不是他的师父, 估计请不动。 当天, 楚风扔下龙大雨, 想要找个没人的地方跑路, 想动用老谷送给他的天顿符。 然而, 有天尊转出来, 冲他摆了白手, 不允许他离开。 简然, 他被重点盯着, 没有办法走脱。 楚风在评估, 老谷给他的是天顿符, 理论上来说, 一位天尊无法拦阻。 可是, 这里不止一位天尊, 万一老家伙们一起乱轰, 他估计会死得很惨, 虚空通道都要被打烂。 其容天尊安慰他, 很快秘境就要开启了, 等上两天就好。 不久后, 神王赤锋来了, 挤对他, 道, 呵呵, 你四处转忧, 做贼一般, 想要逃走吗?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疤, 静等五疯子一戏的人驾灵。 三头神龙云拓等人也出现, 幸灾乐祸, 脸上有快意, 更有冷酷。 至已至此, 他们一致认为, 真要给曹德时间, 将来他们都远非对手, 一旦交手, 全都要被击杀, 贵死得很惨。 你们这种嘴脸, 典型的汉奸, 雍奸, 二斗子。 马德, 早晚小爷一鞋底子拍死你赤锋。 主风没给他们好脸色, 冷然说道, 就这么转身, 不搭理他们了。 赤锋大怒, 真想动手, 但是想了想忍住了, 因为要将曹德交给五疯子一戏的人, 现在吓死手的话, 怎么给那一席人交代。 同时, 他也明白, 真动手的话有人会对他不客气, 李九霄, 霓虹等人正在接近, 已经不远了。 与上天尊也来了, 但是却被人所阻, 不能再临近主风。 主风脸色不是多好看, 最后他想了想, 死马当活马医, 还是要去请人, 争取找人做吊疯子。 万一真将那人请出来, 大事或许可期。 当我准备祭品, 我要请师门的人出山, 击毙风魔。 主风让人带话, 让后勤人员给他准备 吸针而强大的雪石。 装什么疯, 卖什么傻, 弄什么鬼, 老是本分的等死吧。 赤锋猛声奚落, 你懂个屁, 将其容天尊他们找来, 我要献祭, 我要去请人, 请真正天下无敌的存在。 知道小爷为什么叫曹他吗? 跟我师妹有关, 天下第一, 不懂就给我闭嘴。 主风呵斥, 跟许小鸡宰师的, 没将凶名赫赫的赤锋神王看在眼中, 一点也不惧这只九头鸟。 你真是找死, 赤锋脸色虽然, 但是, 李九霄, 猴子低歌歌迷红等人出现了, 拦住他的去路。 一时间, 消息传开, 曹德大圣要去请人, 将他的师父请出山, 来镇压五疯子一戏。 这顿时引发巨大轰动, 曹德大圣的师门究竟是哪一教, 有什么来头, 引发所有人的兴趣, 激起轩然大波。 天尊都被惊动了, 不能淡定, 呵, 哗众取宠, 你有什么师门, 碰巧进入一记得到传承罢了, 若有根脚, 早先还隐瞒什么, 为何没有互道者等。 赤锋猛笑, 他不相信, 最后又道, 我今天看着你能请来谁, 不会是拿什么阿猫阿狗来冲树吧。 楚风笑容很冷, 道, 行, 就冲你这句话, 我要去师门请来一位师傅, 他最喜欢吃雪石了, 我看你们九头鸟族的老祖的大腿多半要不饱。 第1267章情况危及天狗肉三万斤, 地魔雀万斤以上的来两只。 楚风在那里报清单, 他说要回山门, 请用周阵营的后勤为他准备物资, 这些可都是血淋淋的食材。 起初, 后勤不还在琢磨, 这是什么亲戚啊, 哪里的山门需要这么多肉食, 多少年没吃过肉了吗? 不久后他们有些惊悚了, 曹德大圣要的东西越来越离谱, 越来越犯忌讳, 着实有些可怕, 有些血肉的来历太吓人。 能不能来两千斤凤黄肉, 这东西我知道吸针, 所以少要点。 什么, 没有, 这怎么能行, 难得孝敬师门长辈一次, 太此的东西拿不出手。 楚风一脸正色, 所要吸针血石, 真没有, 黄鸟千百事难见一只, 数量及其稀少, 自从不死鸟所建立的黄巢被灭后, 如今该族剩下的少数族人都隐居在海外的一座荒岛上, 再也找不到了。 后勤人员据实相告, 感觉振振心惊肉跳, 楚风认可, 这的确是实情, 尤其是不久前他同立陈坤一战, 对方施展出黄鸟族的绝世秘书, 一桩公案浮出水面。 当年不死鸟族创建的不朽皇朝便是被五丰子灭掉的, 不然的话, 别家还真没那实力。 即便是五丰子, 估计也付出不小的代价, 算了, 那我就一次冲好吧, 给我来两万斤九头鸟的血肉。 楚风道, 后勤人员一个猎切, 差点摔倒在地上, 开什么玩笑, 九头鸟族是从禁区中走出来的种族, 同样吓死人啊, 谁敢去猎杀。 我吃过, 味道不错, 再说了, 你慌什么, 即便是从禁区中走来的, 但他们这一组也不是第十一禁区之主, 估计只是嘉江, 无法同不死鸟相比, 我这是一次冲好。 一群人无言, 你吃过不代表我们敢去猎杀, 你是曹疯子, 连五疯子都敢追杀, 自己不要命, 我们还想活呢? 这可真没有, 后勤部的人后背都是汗水, 真弄死一头九头鸟的话, 该族飞炸窝, 飞仙翻后勤部不可。 再者说, 九头鸟族的老祖就在连营中, 那可是老牌天尊, 身不可测, 谁活腻了去惹九头鸟族。 真没有, 真没有, 那就黄金猛马向来石头, 深渊黑椒来九头, 还有那种叫飞龙的山青给我来两大车, 恶龙来三万斤肉, 金金独角猎天雄给我来两只, 后勤人员起初还准备记录, 最后满脑门子都是汗水, 这些都上哪去找, 都是强力种族, 谁敢乱捕杀。 很快, 这片区域人们一轮纷纷, 消息竟然走漏了。 九头鸟族的神王赤锋听闻后都要炸了, 真是岂有此理, 曹德居然在逃换他们的血肉, 想要去献祭。 他真有一股冲动, 不管不顾, 掀灭了这王八高子在说, 管他事后洪水滔天。 但是, 他被族中的老辈人物给拦住了, 明确告诉他, 跟一个死人致什么气。 曹德都要死了, 敢追杀五疯子, 就是离他复生, 都不能见得能保他性命。 这一次, 退一步说, 即便五疯子不出面, 他的几个弟子也不能善罢甘休, 必然要出现在三方战场上, 绝对要灭了曹德。 这么多年过去, 谁敢不进五疯子, 就是史前时代的佛祖, 道祖, 横祖的祖师也不敢轻慢, 都要严真以待, 更何况是当事。 赤峰暗起暗生, 他捂着胸口, 累气得生疼, 好长时间才平复下情绪, 不然的话, 他感觉自己都要焚烧起来了。 后勤步, 楚风不满, 居然走漏了消息, 他很不高兴。 然后一个小头目, 也算是仓储负责人跟他对接, 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但是发现实在无法提供那些血肉。 你傻啊, 这是哪里? 齐卷天下的战场, 最近战死了那么多强者, 尸体呢? 都在哪里? 给我送过来千百句不就够了吗? 我说的那些种族难找吗? 我估计连九头鸟都有死的吧? 楚风提了这么一个建议, 静得后勤负责人目瞪开口呆, 这, 不能行, 他有点风中凌乱, 你确信这是给师门长辈带回去的血食? 少废话,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战场后方大厨房的食材怎么来的, 你们没少将那些凶勤猛兽的尸体搬运进去吧? 都是敌人的, 后勤的头目浑身冒汗, 跟水洗过一样, 真有点害怕了, 这时钥匙传出去估计会引发轩然大波, 现在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楚风提点他, 后勤不得负责人擦冷汗, 在那里点头, 他觉得需要赶紧送走这个瘟神, 尽量满足吧? 他们也是私下里节省, 探了一些钱物, 没有去采集全部的物资, 而是动用了从战场上收集的凶勤猛兽的尸体, 若是传出去的话影响极坏。 嗯, 别忘了九头鸟的血肉, 肯定能找到吧, 另外十二亿银龙的也别少, 记住, 这两族的尽量新鲜点, 死时间长了的不要。 后期部负责人听到后, 都快哭了, 这两族本来就难找, 还要新鲜刚死的, 拿去悬摸啊。 楚风又一次提点, 小声道, 去伤病人员中看一看, 有九头鸟或者十二亿银龙的话, 反正也半死不活, 干脆直接掐死算了。 我去, 后勤部的小头目, 这叫一个慎的荒, 这哪里是什么耿直哥, 这就是一个大魔头, 疯了吗? 难怪敢追杀五疯子, 他赶紧将曹德给送走了, 打死他也不敢讨论下去了。 事后, 他听闻曹德向伤病驱走去, 跑那边溜达去了, 对时下的面无血色, 含茂倒数。 其实, 楚风也没这么丧心病狂, 即便对付仇敌, 他也还是不至于如此, 做做样子而已, 转一圈就走了。 我总是心太软, 楚风叹气, 龙大雨一直跟着他, 闻言后很想喷他一脸口水, 道, 你就缺德巴, 你真是回师门。 确信不是去什么地狱深渊, 召唤不可名状的使前怪物出事。 楚风偏了他一眼, 道, 咦, 你纯种龙祖啊。 卷脉强大, 曾为大能, 文光鲜嫩可口, 跟我走吧, 一起回山门。 滚米大爷的, 离我远点, 打死爷也不去。 龙大雨毛骨悚然, 你还有小弟的样子吗? 敢呵斥我? 楚风直接削他, 龙大雨恼羞成怒, 就要跟他死喝到底, 可是六耳族的弥红神王来了, 让他顿时老实下来, 在人间他不敢出阁。 结果就是, 他被楚风点指脑门, 而后又踹了他屁股一脚, 这让怪龙气的一佛出事二佛升天, 脑门自上青筋直跳。 哎呦, 我甘疼, 遇上得自卑后, 我就没有一天顺心如意的, 被最强的黑锅, 成为杨坚特大通缉犯, 现在就差戴一口绿帽子, 变大满贯了。 龙大雨鼻子喷白烟, 当日, 后勤部非常给力, 前后向外云了十几大车食材, 充分满足了曹德大胜的要求, 只盼着他赶紧消失。 其中, 还真有九头鸟族的半具躯体, 以及一头十二蚁银龙, 不过都被处理过了, 一只伪装成山鸡, 一只伪装成银色穿山甲, 都被埋在石材最下方。 楚风很满意, 恨不得立刻离开莲营, 他其实也很焦急, 生怕被五疯子一戏的人给堵在这里, 那真是没跑了, 保证死得很惨。 然而, 等楚风想要离开时, 却再次遭遇阻拦, 哪怕他提前知会过, 悟过一些底, 可还是被针对了。 一九头鸟族, 十二银龙族等为首, 不让他离开, 用赤峰的话语来说, 曹德已是死人, 还折腾什么? 楚风当场翻脸, 对方将他这样堵在莲营中, 那真的是死路一条, 等于再谋夺他的性命。 九头鸟族府抵冲心, 就这么堵住他, 不让离开雍州阵营的话, 最多两天, 他就会被登门的可怕敌人击杀, 甚至被剥皮冲魂。 别浪费力气了, 注定要死, 还演什么戏, 你有什么门派, 你曹德能有什么抵运? 变巡扬间, 又有谁能挡五疯子, 或许雍州霸主可以, 但是他绝不会为你而专门出关, 来到战场上亲自动手。 赤锋猛笑, 截住楚风的去路, 他身材高大, 满头赤发如雪一般, 脸上带着快意, 坐等曹德惨死。 李九霄来了, 冷冷地看了一眼神王赤锋, 霓虹也出现了, 拎着一根乌金大棍, 力挺楚风, 低势赤锋。 可是, 有天尊出现, 身在混沌中, 不是九头鸟在渡老祖, 而是另有他人, 一族楚风离开。 很快, 楚风得到了一则非常不好的消息, 有人监测到, 少年五疯子飞离而去的那里金光没入阳间北部区域。 这让人头皮发麻, 据猜测, 这一脉一直就盘踞在北方, 闭关在绝地中。 而且, 据闻, 北方某些恐怖地狱中传来特殊的波动, 该系当年一座遗弃的古老祭坛发出微弱的光芒, 竟有异动。 这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都头皮发麻, 人们料想, 那里金光多半跟五疯子一戏的爵士强者相遇了, 近日会有惊变发生。 有人在猜测, 究竟是五疯子真身时隔漫长岁月后再次出事, 还是他的弟子出关, 踏入这片宏大的战场。 所以, 有天尊亲自出动, 阻止楚风离开, 对于楚风来说, 情况相当的危急, 他晚走半日, 或者一两个时辰, 多半就要有性命之忧, 下场将很凄凉。 这个时候, 赤峰猛笑, 什么都不说了, 既然有天尊出现了, 来购问这件事, 亲自阻拦, 自然无需他动手, 坐等曹德的死亡时刻来临。 第1268章回家被天尊挡路, 被九头鸟族围困, 带着戒品走脱不了, 这很糟糕。 尤其是, 楚风也听到了他们议论声, 知道了为何有天尊亲自出动, 对他态度转变, 直接用墙拦截。 竟是五疯子一气的祭坛发光, 真要出事了。 头下沉, 最坏的情况出现, 会将五疯子给招来。 为了他这个少年大圣, 老家伙亲自动身, 也太恐怖了, 他越是琢磨, 越是有这种可能, 因为少年五疯子的魔性精粹离开前, 曾深深注视他的漠视权, 很失入审。 少年五疯子盯上了他刻写的那一行金色符号, 来源于轮回路, 出自光明死城中粗糙的巨大石墨盘。 楚风心头发毛, 有点相信早先的猜想了, 五疯子可能是一个逃过轮回的人, 比一般的轮回者更惊人, 更有来头, 身份古老的骇人。 这个蜂魔, 让人觉得发慎, 他有点担心了, 五疯子放下架子的话, 一旦清零, 情况将糟糕透顶, 谁可制衡, 谁能立敌。 放眼天下, 还有离他这种猛人吗? 他去请的人, 能挡住五疯子吗? 或许可以, 但是, 他真的没底啊, 能请动吗? 不尝试怎么知道, 去, 一定要让他出事, 如果能够震慑五疯子, 以后, 楚风四寸, 如果这一次抵住五疯子, 以后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行走在人间, 还距难一跤。 一旦成功, 同那一脉扯上关系, 成为其名义上的门徒, 以后谁还敢动不动就对他下厮守。 他就是直接暴露自己的真身, 大声喊, 我是小阴间的人贩子楚风, 也没人敢轻易动他。 最终, 其荣天尊也来了, 雍州霸主的徒孙浩元天尊也到了, 此外还有老六尔弥猴与上天尊等。 楚风很坦诚, 告诉他们, 自己只需要两个时辰的时间, 就能请来师们长辈, 可挡五疯子。 与上天尊自然非常维护他, 希望他能顺利从此地脱身, 但是, 其他人都不信, 不认为有哪个道统可以这么强势。 神王赤锋熄落, 道, 想逃走, 借口很拙劣, 你该不会是想说要去紧离他吧? 哈哈, 可惜他死了。 昆龙, 三头神龙云拓等人闻言, 揭露出一色, 跟着吃笑, 当时谁能挡风魔, 谁会在这种关头会为曹德出头, 根本不可能。 其荣天尊开口, 道, 曹德, 你的师门究竟在哪里, 是哪个道统? 金底之蛙, 请出离他就惊天地气鬼神了。 那如果我请出一个辈分更为恐怖的强者, 岂不是要吓破你们的胆? 楚风开口, 随后他又赶紧解释, 说没有针对其荣天尊, 这是在说给另外一些人听。 他扫视九头鸟一族, 十二亿银龙族等人, 当然也瞥了一眼其荣天尊, 追什么大气, 忍你很久了, 你如果能够请出来一位镇骨硕金的无敌存在, 我一口吃了他。 九头鸟族有年轻人喝道, 火气很大, 明显不信楚风的话, 他冷笑连连, 嘲讽楚风, 认为他这个大圣现在也只能口出狂言, 欺骗众人, 来为自己续命。 陈王赤锋没有阻止自己这位堂弟, 反而点头, 道, 有些人喜欢演戏, 但是, 他却不知道早晚有落幕的时刻, 伪装被揭开, 现实会很残酷, 远眉戏中人生精彩, 会死得很惨。 接着, 他又很直接地点名道, 曹德, 我说的就是你, 我知道你有些机缘, 这次更是因为荣稻草而成为大圣。 但是, 你想编造一个显赫的绅士, 来欺骗我等, 白费心机, 我等你匍匐在别人的脚下, 跟死狗一样扶我, 你肯定会死得很惨。 楚风文言, 顿时目光森冷, 心中对他们这一族反感透顶, 但是, 他想了想后, 又一阵失效, 如果真将那人请来, 九头鸟族想吞了那个人。 反过来还差不多, 九头鸟族的老祖都要被啃食的缺胳膊少退。 请, 这是你们谁说的, 给我时间, 不需要那么久, 一个失称足矣, 你们都跟着我一起去请人。 楚风这样开口, 退了一步, 缩短时间, 而且允许他们跟随, 让他们知道山门在究竟在哪里。 这个时候, 许多人都露出一色, 这种条件的确很有诚意, 而曹德绝对没有机会逃走, 随行一位天尊, 曹德能在其眼皮底下上天入地吗? 与上天尊自然直接为他说话, 彻底站在他这一边, 而其他高层也都露出一色, 曹德这么信心满满, 难道还真有天大的跟脚不成? 一时间, 他们想到了史前岁月的几个神话中的神话生物, 的确可以体敌武疯子, 但是, 这么多年过去, 早传闻他们死在明山大川中了, 不应该活着才对。 难道还有一个神话中的神话及老生灵, 依旧在残喘, 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样的话就可怕了, 或许, 这个古老的生灵真的会为自己的关门弟子出山, 跟武疯子站一场。 若是如此的话, 注定要天崩地裂, 达到时光古城浮现, 全染大阳间, 古今未来多少大节都会因此而引现出丝丝缕缕的端倪。 走吧, 为什么要难为一个年轻人, 我们都去看一看。 老六耳弥猴开口, 虽然偏向曹德, 但是却也不敢轻易逆转大势, 只是失时开口帮腔。 用他自己的话说, 哪怕他年少时代也曾耿直, 也曾幸如烈火, 可是活到这么古老的年岁, 心也彻底黑了。 他们各级数的生物, 人不狠活不到这一世。 最起码, 他再回首望去, 同时代的人几乎都死绝了, 还能再世的都是心狠手辣之辈, 虽如凤毛铃脚般稀少, 但都成为了天尊。 他们是踏着无数尸骨与同辈人的血液走到这一步的。 老六耳弥猴开口过后, 雍州霸主的徒孙, 浩元天尊自然第一时间响应, 他根本不同意直接交出曹德, 太丢他师祖的面子, 如果连不中都庇护不了, 还怎么在阳间争霸, 如何统一大阳间成为唯一的终极进化者。 他的师祖, 要踏破天地旧路, 真正崛起, 凌驾诸天之上。 走, 我陪你走上一遭, 至已至此, 自然有了定论, 连奇荣天尊也微笑着开口, 要跟着一起上路。 最终, 羽上, 奇荣, 浩元, 老六耳弥猴以及另外一位神秘天尊跟着同行, 让人意外的是九头鸟族的老祖却不曾露面, 没有跟着。 猴子, 则吵着要跟过去。 事实上, 不止他们, 九头鸟族的老祖没有去, 但该族的族人去了不少, 比如神王赤锋猛笑着, 带着几位堂兄弟以及几位老者, 一同前往。 而十二亿银龙, 昆龙, 三头神龙云拓等龙族也都跟随。 同时, 李九霄, 姬彩轩, 霄诗运, 霓虹等神王也都同行, 要看个究竟。 楚风收起十几辆大车, 带招数十万斤的雪石, 头前带路, 带着人浩浩荡荡, 朝着一个方向进军。 前辈, 架起一道金红疤, 送我早点过去, 很久没回山门了, 甚是想念九位师尊。 楚风开口, 主动要求加快速度, 同时, 他拉上龙大雨, 这让怪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打死都不想去, 可是忠目睽睽之下, 他无法逃走。 捉出地址, 自然刹那极致, 到现在了你还想蒙混过关吗? 陈王赤锋的身边, 他的一位堂弟开口, 恨不得立刻揭穿楚风, 当众审判其罪。 九头鸟族的人不必说, 自然持此观点, 而龙族的一些人也跟着点头。 呵, 楚风轻蔑地看了他们一眼, 道, 我怕说出来, 你们都不敢跟着同行。 追什么大气, 我就不信这个邪。 陈王赤锋猛笑道, 楚风指引道路, 其容天尊则直接开路, 架起一条金光大道, 东向天际尽头, 朝着某一个方向而去。 路上, 楚风数次 让他笑正方位, 天尊赶路, 自然速度超绝, 简直吓死人, 时空都不稳定了。 不是很久, 其容天尊头皮发麻, 迅猛地减速, 而且急速下降, 不敢横步前方, 身体都有些发僵, 他没有想到来到了这个地方, 不敢越过去。 让一位天尊竟然如此, 可想而知多么的不一般。 这是, 其容天尊声音微颤, 楚风开口, 面带微笑, 道, 大家别慌, 来到我迅门的山头了, 马上就到家门口, 都跟我一起下去吧。 第1269章心惊肉跳曹德说不要慌, 这是他家门口。 可是能不慌吗? 这地方让人发慎, 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脊椎骨冒含气, 天尊都在身体发僵。 就更不要说其进化者了, 九头鸟一族全都在倒退, 想离远一点, 认为曹德小害他们。 十二亿银龙, 昆龙, 三头圣龙云拓等龙族, 也一个个身体冰寒, 龙铃张开, 警惕无比, 随时准备出售。 六耳鸣猴则在抓耳挠腮, 一身金色皮毛都炸立了起来, 黄金尾巴竖起很高。 李九霄, 姬彩轩等人神色凝重, 他们自然认出了这个地方, 年少时也曾有历到此。 每次看到这片山市, 都会让他们觉得自身渺小如铜楼椅, 不过是历史的尘埃, 唯有此地万古如意不变, 横顿阳间。 这是一片山, 很特殊, 光秃秃, 连根毛都没有, 寸草不生, 而且是断山, 像是被人一见削平, 共有十八座山体, 每一座都如此, 被一起扫断, 接不过两三丈高, 几乎与第七平, 太低矮了, 几乎不能称为山。 但是, 正是这些残山却被称作天下第一山。 其名气太大了, 镇谷朔金, 关于他有太多的传闻, 曾撞进第四禁地, 毁掉那里, 如今成为广袤无垠的三方战场。 这些断山的断面都太粗大了, 断面直径都足有数百里长。 几乎都不能称之为山了, 但是, 每一个人站在这里都有种窒息感, 越是以精神去探究, 越发觉得自身的卑微。 恍惚间, 仿佛有十八座矗立在大地上的山体, 支撑着苍穹, 承载着宇宙星空, 七十磅薄, 缭绕时光碎片, 映照在人们的眼前。 那才是他昔日的真容吗? 不过, 稍微一眨眼又都消失, 灰红的山体恢复原状。 九头鸟族的一位年轻人脸色慌张, 叫道,开什么玩笑, 你里是你家门口, 你师门在这里。 然, 楚风半定, 一副气度沉稳, 自在如常的样子。 一些人看他从容的过头, 真想拎住他的衣领子逼供, 这是什么情况, 说清楚。 真是, 见鬼了, 尤其是龙族与九头鸟族, 一个个脸色阴晴不定, 内心有些恐惧, 这个曹德是从第一山中走出来的。 他们着实不相信, 若是伟真, 也太恐怖了。 从未听说这地方有一个道统, 有人能自由出入, 这山体内部乃是绝地, 进去必死无疑, 无法生还。 龙族也有些怕了, 看楚风的眼神明显不一样了, 若是一个野羞也就罢了, 若是第一山的传人, 那真是吓死人。 脚友, 你所说为真, 其容天尊开口, 询问楚风, 脸上带着和蔼的神色。 此时, 浩元天尊则是一脸凝重之色, 沉默以待。 老六耳明猴浑身金毛灿灿, 虽然感受难言, 但却饱象庄严, 满是肃穆之色, 看着曹德, 等待他的回应。 楚风点头, 道, 自然是真的, 我一身所学都源自这里。 这片地带顿时响起一片低语声, 许多人忌惮, 更有恐慌, 同来的人算不少, 人们简直难以相信, 天下第一山有不可揣夺的隐私门派。 许多人都在眺望, 看向十八座低矮的断山, 可是什么都没有见到。 他们明白, 这山根之下另有乾坤, 他们也有耳闻, 但那是生命绝迹之地, 谁去谁死。 难道曹德是从里面走出来的生灵? 这着实有些害人听闻, 当然, 一些人不信, 谁能在这片死气沉沉的绝地中生活? 不可能, 怪龙就跟在楚风的身边, 他是一百二十个不乐意, 因为他是一个老妖魔, 深知此地怎么回事, 这无耻的鸡大德怎么可能是这里的门徒? 还有一些人也不相信, 赤风呵斥, 可笑, 这是什么地方, 你一个伞修也能自由出入, 你将我们匡骗到这里来所谓何意, 接着, 他迅速扫拾周围, 而他族中的堂兄弟等也跟着他一起寻找, 看是否有什么传送场域, 或者祭坛等, 大家找一找看是否有神词台, 别让他借此顿走, 他们担心曹德忽悠众人到这里, 是想借路逃走, 龙族等进化者文言一个个也都面色微变, 迅速在附近排查, 更有人堵住曹德的去路, 楚风扮笑, 道, 别费力气了, 几位天尊在此, 我在神通广大, 也不可能离开, 说到这里, 他脸上挂着一丝冷意, 也有几许清漫, 道, 你们自己是什么人, 看到的就是什么, 我好心请你们来到家门口, 却这般污蔑我, 真是不可理喻, 请, 你说这是你们的山门, 你给你我进去看一看, 赤峰冷笑, 他还真不信邪, 有人能活着走进去, 一时间, 他镇定下来, 他的几位堂弟文言后, 稍微一丝寸, 也都从容了, 有些人更是张扬地笑了起来, 纷纷叫嚷, 曹德大圣, 请, 大圣, 请进天下第一山体内, 将您的师尊请出来, 也让我们瞻仰一下, 膜拜一番, 哈哈, 这些人说到后面时已经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根本不相信, 怎么可能有人将山门建在此地, 早先他们还很紧张, 但越是琢磨越是觉得曹德完全是在虚张声势, 根本不可能是从天下第一山中走出来的, 大圣, 您请巴, 进入天下第一名山, 我们为你送行, 明年的今天争取为您烧点纸, 龙族也有人起哄, 脸上带着快意, 逼楚风去送死, 真要能请出人来, 别管他是谁, 我发誓一口吃掉他, 九头鸟族一位老者都一副轻狂的样子, 跟年轻人般不稳重, 因为实在是觉得曹德不靠谱, 不害怕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寒门简陋, 莫要嫌弃, 都跟我进去喝几杯清茶吧, 楚风说完, 直接没入地下, 追, 挡住他, 别让他逃了, 龙族有人大叫, 什么十二亿银龙的神王, 三头神龙云拓等, 全都追击, 九头鸟族更是有一些人画出本体, 双翅展开, 大风呼啸, 据悉, 他们这一族的绝顶强者, 有人双翼翼斩遍可以瞬间飞出去十八万里, 一群人跟着追进了地下, 事实上, 几位天尊也都跟进, 一大群人都下沉, 想看曹德究竟要怎样, 地下有一层很厚的光幕, 遮拢着山根那里, 鱼蒙蒙中拜着雾矮, 蒙蒙一片, 看不清那里的究竟, 到了这里后, 不要说其他人, 就是天尊都无法探寻了, 不能以神石扫尸那光幕深处如何, 楚风很淡定, 一副看傻子的样子看着九头鸟族与龙族急冲冲地追过来, 他一点也不慌, 好整以霞, 正等着他们呢, 走吧, 寒舍已到, 各位请跟我一起进去吧, 看一看我们这一脉发展得如何, 楚风示意, 做出一副请的样子, 龙族, 九头鸟族的人, 顿时一个个脸红脖子粗, 谁敢进去, 谁愿意去送死, 别看他们刚才追得积极, 真要涉及天下第一山的禁地, 打死他们也不敢靠近, 这不是找死吗? 别说他们, 就是几位天尊也都面面相去, 不敢迈出半步, 他们还没有活够呢? 在这朦胧的光团外有黑色的干河血迹, 也有骨头渣子, 都是历代以来的生灵来此碰机缘时所留, 差不多都死了, 一旦触及那光团, 就会肉身崩开, 神魂四分五裂, 你们不是说我要逃吗?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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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着我的手, 跟我一起走, 主风走了过去, 将手递给龙族的神王, 结果一群人立刻倒退, 从神王到昆龙这样的人, 都如必舍些, 接着, 他又向赤锋走去, 主动要去拽上他一起上路, 哪怕是九头鸟族的神王也面色变了, 倒退两步, 呵斥道, 你要做什么? 带着你们一起上路啊, 主风答道, 你想死的话, 自己去, 别拉上我们。 赤锋阴沉着脸, 尽管心里认为曹德有诈, 但是他还真不敢跟着上路, 这时, 齐荣天尊再次开口了, 询问楚风, 他的诗门真在里面。 是, 就在当中, 各位真不进去吗? 楚风热情地向腰, 结果一群人都摇脑袋, 开什么玩笑, 谁没事写命长, 自己去送死。 既然如此, 那我先回诗门了, 各位, 一会儿见。 楚风说吧, 直接转身, 朝着光幕走去。 曹德, 猴子, 弥青, 逍遥等人叫道, 还真怕他被逼急了, 走上绝路, 去冒险送命。 然而, 楚风挥一挥衣袖, 带起一片烟霞, 他穿上一件暗淡的假皱, 就这么直接进去了。 我挥一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他就这么消失了, 声音脸去, 人就不见了。 啊, 一群人惊叫, 他真的, 进去了, 而且, 人们确信, 他的身体没有炸开, 这是什么情况, 真是见鬼了吗? 曹德闯入天下第一名山中, 有些人头皮发麻, 难道他所说是真的? 此时, 即便是天尊都动容, 都不得不多想, 这里真有一个可怕的隐世道统。 若是如此的话, 得多么强大啊, 占据天下第一山为本部, 是座自家的山门, 这也太恐怖了。 浩原天尊脸色骤变, 这里若有传承, 或许真的不出五丰子一戏的强者。 因为, 这里相当于一处阳间禁地, 其容天尊等人也发毛, 他们在反思, 是否逼迫曹德过头了? 若是这样的话, 他的尸门真有人走出来, 归不会跟他们算账? 至于九头鸟族与龙族则也是头大如斗, 一阵胆寒, 这你嘛! 太吓人了, 他真走进去了, 难道说, 一直以来都看走眼了, 曹德? 曹大圣有天大的跟角, 一刹那, 九头鸟族的一位老神王像是想起了什么? 他曾在族中的一部《孤本守闸》中看到过一段记载, 一段史前一文, 江传, 史前大黑手黎他的师父有可能便是从这天下第一名山中走出来的, 当想到这些, 他简直头皮都要炸开了, 曹德的师门在这里, 岂不是意味着, 他跟黎他都有关系? 这地方是, 黎他的师门所在地, 他声音都打颤了, 在那里自语, 有些不确信, 也有些害怕, 感觉相当的惶恐, 其他人闻言, 一个个毛骨悚然, 什么人的师门, 黎他一脉祖停锁在地, 开什么玩笑, 这会吓死人的, 几位天尊的脸色都变了, 毫无疑问,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了解的资料更多, 当中有人也听闻到过点滴, 当初, 谁都没有当回事, 毕竟那些都是传闻, 都是也始终提及的一灵半爪的东西, 没人当真,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曹德珍进去了, 这地方似乎的确有传承, 天啊, 黎他, 曹他, 这还真是有一脉相承, 他们什么关系, 一群人呆住了, 头皮发目, 感觉心惊肉跳, 第1270张天团所有人都傻眼了, 曹德珍跟黎他有关系, 我去, 他们觉得, 曹德简直是丧心病狂, 有这么硬的关系, 你不早说, 这是想故意吓死人吗, 这简直是让人觉得一不小心就踩了地狱犬, 这运气, 不会这么巧吧, 曹他与黎他, 都是他自辈的, 一时间, 人们胡思乱想, 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 曹德的确是进去了, 但是, 能否出来海良说呢, 我相信他有一定的机缘, 但要说他是黎他一脉的人, 根本不可能, 一位中年神王开口, 他势力在明雾缭绕的那位天尊身边, 这一次除雀其荣, 与上老六尔弥猴, 号圆外, 还有一位神秘天尊同来, 他没有暴露真身, 始终被雾挨笼罩着, 正是追随在他身边的一位神王开口, 似乎得到了他的授意, 有些不确定的消息, 当初离他留下的传人, 现实疑似跟五疯子一溪走得很近, 甚至结为一体, 这位神王开口, 道出这样一则识破天惊的消息, 若是楚风在这里, 一定会有所得, 有所悟, 因为在海外那座可怕的岛屿上争夺血脉果实, 他与老谷不仅遇到了五疯子一系练七死身的绝顶神王, 还遇上另一位恐怖强者, 不若于练七死身的人, 当时, 老谷就失魂落魄, 有些怀疑, 觉得那可能是他大哥所留下的某一脉的传承者, 所以说, 曹德即便能进这里, 也多半另有原因与手段, 不可能同离他有什么关系, 他们这一脉真正的传承者在海外, 同这第一名山没什么干系, 那位神王再次开口, 说完这些就是离在天尊身边不说话了, 被物碍笼罩的那位神秘天尊稍微点头, 始终都没有开口, 一时间, 无论是龙族, 还是九头鸟族都长出一口气, 彻底放心了, 还真怕曹德变曹他, 跟史前大黑手有关系, 诸位, 我们多半上当了, 赤峰开口, 咬牙切齿, 他做出推断, 认为楚风可能获得了某种大机缘, 有特殊器物在手, 能平安出入第一山, 眼下曹德应该是躲进去了, 而不是去请他所谓的师门长辈, 短时间内他多半不出来了, 神王赤峰做出这种判断, 人们听闻后全都一呆, 这, 以曹德的人品来说, 还真有可能, 最近, 他们对曹德越发了解, 觉得这位曹大圣哪里是什么耿直哥, 绝对是一个狠茶子, 这该死的曹德, 从我们眼皮子底下跑了, 龙族的一位神王发火, 封锁十八座山体, 防止他从天下第一山其他方位顿走, 赤峰这么建议, 太可耻了, 有人叫道, 楚风呲牙咧嘴, 他穿着的甲咒自然不是繁品, 当初结合边荒龙潮收集的龙林与自身的轮回土融合在一起练制成的甲咒, 当时, 他跟老谷还逮色, 一副练宝不在乎材料的样子, 可是, 自从去过大梦净土, 知道所谓的浑肉多么泥天后, 楚风的肠子都要毁清了, 真是想给自己两巴掌, 居然以浑肉练甲咒, 这特么的太奢侈了, 当年离他想找块轮回土都无线索, 而他却这么糟蹋, 事后牢骨也想喷死他, 痛心疾首, 心都在滴血, 不过, 也有个好处, 想进天下第一名山, 楚风已经有经验了, 十罐万无一失, 此外, 将轮回土糊在身上也行, 当初他曾试验过, 眼下既不能动用十罐, 也不能向身上糊轮回土, 穿上这件甲咒刚刚好, 即便如此, 楚风深入几丈远后也要窒息了, 身体都要炸开了, 很难承受, 他果断即出十罐, 躲进去, 反正已经进入光幕中, 即便是天尊也没有办法探寻了, 这里遮掩一切天机, 不用担心泄露秘密, 十罐沉浮, 在这楚风一路横渡, 像是在跨越轮回海, 又像是在穿越一片寂静的死亡宇宙,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穿过光幕区域, 一瞬间, 楚风来到了一方大地上, 这里依旧光秃秃, 寸草不生, 但是天地精粹太浓了, 简直浓郁的化不开, 比如紫气东来, 这可是高级能量, 平日间修饰清晨迎着蓬勃的朝霞, 唯有采集到的第一缕器是这种紫气, 可想而知, 它多么的珍贵, 而在这里, 却紫物因晕, 真的不算少, 此外还有赤霞喷勃, 蓝物缭绕, 都是同层次的高级的能量, 让人毛孔舒张, 感觉瞬间要羽化飞生了, 此外, 这片地带更是有道祖物质等, 都是天尊大能所需的特殊物质因子, 一般人吸收不了, 甚至感知不到, 终于又回来了, 马德, 小爷进来后就不出去了, 让你们干等着去吧, 楚风浑身放松了, 斜斜垮垮, 几乎就要躺在一块大青石上, 不想动了, 他终于是逃到这里, 还真不想被天尊监控了, 心太累, 另外五疯子一戏必然要找他算账, 你们能赖我何, 我就躲在这里了, 五疯子难道还敢杀进来, 楚风进来后, 身体不再绷紧, 他觉得与其请九号出去, 还不如自己待在这里算了, 因为, 他可是知道, 九号这种生物原则性太强, 说不出去的话, 你就是求爷爷告奶奶, 勾手祈求也没用, 当初, 他跟老古都窜夺过, 想带上九号一起行走在阳间大地上, 到时候谁敢惹, 可惜, 九号不理他们, 间接段楚风不想受那骨气, 干嘛非要低头请人, 单粹在此地闭关算了, 让外面的人干等着去吧, 短时间内, 小爷不伺候你们了, 他哈哈笑道, 什么时候心情好了, 什么时候在长世代九号去狩猎, 然而, 愿望是美好的, 道路是曲折的, 结果是不可能的, 就这么一瞬间, 楚风寒毛倒数, 他感觉自己如同一个婴儿, 被一头大型猛兽被盯上了, 浑身森寒,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接着, 他感觉自己要炸开了, 身体要瓦解了, 强如大圣之躯也快承受不住了, 远处, 无声无息出现一道身影, 他很瘦, 寂静地出现在那里, 尤其是脸上没有多少肉, 身体更是很干枯, 在他的头上, 发丝如同枯黄的野草般, 一双毛子绿油油, 在散发如同野兽盯着猎物般的光芒, 至于在他手里, 拎着一条大腿, 他嘴角带着血, 正在啃呢, 咔嚓, 骨腿碎裂的声音传来, 他一边拎着血淋淋的大腿, 一边在盯着楚风, 九号, 风采依旧, 还是那个样子, 还是在吃大腿, 这似乎是他的特殊癖好, 是他的最爱, 这片神秘的谷地, 较深处有一片高原, 有一个雪池子, 里面有许多尸体, 老骨曾望了一眼, 到吸冷气, 那些尸体生前全是恐怖强者, 可是如今似乎都成为了九号的专属口粮, 而他最爱吃大腿, 前辈, 楚风赶紧见礼, 可是许久未见, 九号似乎忘记他了, 偏着头, 拎着大腿一边啃一边走来, 结果这虚空都在崩塌, 黑色的大裂缝蔓延, 大道符号闪烁, 烙印天地间, 不断轰鸣, 要让此地炸开了, 前辈, 是我, 收起丝丝缕缕外溢的能量, 不然咱们就要阴阳两格了, 楚风喊道, 他发现那些黑色的大裂缝 都要蔓延到他身边来了, 这么下去的话, 他肯定会被虚空裂缝撕裂, 不到关键时刻, 他不想用识罐, 也不愿用轮回图与小木毛对付九号, 估计伤不了这种存在, 然而, 这种喊话没用, 九号像是六亲不认, 眼中凶光大胜, 直接扔掉手中的大腿, 大不留心向他这边而来, 一刹那, 天塌地陷, 真是太恐怖了, 天宇在四分五裂, 大道轰鸣声震耳欲龙, 简直像是十万头野龙在被九号追赶, 在被驱逐, 所过之处, 虚空撕裂, 各种异象分成, 主风转身就跑, 这也太吓人了, 而九号居然不讲昔日的交情, 看见他就如同看到了真摇美尾般, 主风二话不说, 直接将十几大车的血肉食材都跟搬运出来, 扔在光秃秃的大地上, 一刹那, 大道轰鸣声消失了, 所有虚空大裂缝都定住了, 而后游慢慢愈合, 天地瞬间安静下来, 万来俱计, 仿佛都可以听到星空中各种心体的呼吸声, 因为, 九号怕毁掉这些食物, 他收敛了自身所有的气息, 再也没有一丝能量溢出, 这一刻, 楚风几乎泪流满面, 曾经的交情呢, 毕竟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 虽然没怎么交流, 但也低头不见抬头见, 可是, 到头来说什么都不好使, 还不如直接送上十几大车的血肉食物管用, 做, 我的, 九号开口, 声音沙哑, 其实这是比史前时代还要久远许多的语言, 理论上来说, 楚风听不懂, 但是, 九号在释放特殊的精神波动, 能够让他听明白这些话, 是, 孝敬九师傅的, 楚风拍胸部, 大声说道, 哦, 小鸡啊, 是你, 我想起来了, 你真不错, 少言寡语的九号, 此刻居然难得的说出了这么多字, 楚风顿时无言, 真是又要泪流满面了, 早些你怎么想不起来, 都要追着吃活人了, 此外, 小鸡这个称呼也太不中听了, 实在是让人开心不起来, 此刻的九号称不上和蔼, 但是却平和多了, 最起码不是凶器滔天, 不是一副饿死鬼的样子, 他从雪石堆中扯过来一条大腿, 直接就开啃, 那种声音, 那种淌血的样子, 让人发毛, 前辈, 味道如何, 很新鲜, 九号难得的回应他了, 这只是开胃小菜, 我给九师傅准备了更大的一份礼物, 比这些小菜强的何之百倍, 千辈, 这些如果喜欢, 辣大菜估计会让前辈更加高兴, 楚风墨鸡, 他是打定主意, 要将九号忽悠出去, 绝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在这里待下去了, 因为他发现, 没有雪石的话, 九号可能将它都给吃掉, 而十几大车的食材, 估计九号吃不了几天, 前辈, 你看, 这是九头鸟, 这是十二亿银龙, 你先尝尝, 味道怎么样, 是不是格外的鲜美, 楚风亲自挑选, 拎出来半只九头鸟和一头完整的十二亿银龙肉身, 嗯, 不错, 九号依然是老规矩, 扯下一条龙腿又扯下一条鸟腿, 嚼起来嘎帮脆, 血液横流, 九师傅, 我给你准备的大礼包就是, 天团, 都在外面呢, 天团, 九号不解, 楚风解释, 道, 就如同美团, 是送美女的, 天团是送天尊的, 外面有一群天极食物, 都是活的, 血气滔天, 它们的腿, 味道简直绝了, 好吃极了, 刚才的九头鸟还有十二亿银龙蒜真摇吧, 天团中就有这种生物,